首先非常高兴能够给大家做这个报告 然后今天是讲的是强激光改变世界的戾气 那么我将会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像讲一讲强激光的历史 然后讲一讲强激光是怎样才能得到一个强激光 然后再讲一讲强激光是如何成为改变世界的戾气 还有很多很多的方面 比如说核药 有些大家可能听说过 有些可能甚至第一次听说过 所以说我可能给大家粗略的介绍一下 那么强激光在这些地方有什么应用 包括核药 就是用这个核 放射性核来做药物 然后呢还有激光 还有核电池 然后还有这个像核中 还有核聚变 作为能源这样的一些应用 那么对于激光来讲呢 这个激光的概念呢 大家都不陌生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说是光呢 是一个处于人类认识的一个非常地一个核心的机会 因为它太普通了 可能大家完全没有感觉 就是如果不提醒你 可能你根本就觉得 这有什么好讲的 那么实际上人类是怎样认识世界的呢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有这个五官 是不是啊 有这个眼耳鼻舌身 就是说这些这个感觉器官 那么用眼睛来看 用这个耳朵来听 用鼻子来闻 然后用舌头来长 是不是啊 还有这个触觉 你用这个手去感觉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佛教甚至还更增加了一个 用意识 这个佛教叫六识 然后最后呢就是有意识 但有些地方呢 认为这个好像不是太那么摸得着 这个就是说 一定要抽象 那么用意识来认识世界 那么这是我们通常大家都都比较这个承认的 就是说用这种五种感觉器官 那么显然眼睛呢 是最最一个就是重要的器官 是不是啊 你的所有的信息几乎都是 据说百分之八九十的这个信息呢 都是通过眼睛这种器官来认识的 那么这是 那么眼睛的当然是要用到光了 就是说所以说呃 这对于大家来说太普通了 结果呢大家就就是忘掉了它 那么我们就说你也重新再感觉一下 这个光对于我们整个的认识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地位 那么光呢 那么在那么不但现在这个人们对这个光有这个这么就是重要的这个认识 那么实际上呢光在历史上呢也有很多的 你比如说这个像像这个苏式的赤皮肤 然后呢这是一首非常优美的这个散文 是吧 然后呢他说 为山这个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 而得之而为生 然后目欲之而成色 是不是啊 那么你需要去看 然后呢认识这个自然 然后取之不尽用之不解 造物之无穷尽也 而无与子共识就是我和你这个这个共同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那么这是文学家眼中 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在宗教这个眼中呢也是同样非常重要 那么在这个Bible的第一章呢就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讲 这个这个上帝创造了这个天地 然后呢创造天地 然后呢开始的时候这个是所谓的混沌 这个天地空虚混沌 然后呢上帝说这个 上帝说这个要有光 然后于是有了光 那么这是宗教的宗教的这个认识 那么实际上刚才我们上也讲了 在霍教中也认识什么 他也认为这个就是光是非常一个重要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无论是文学家 还是这个宗教 还是什么的都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呢 都认为光是出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地位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人类的认识呢 我们当然我们是这个是假物理学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物理学呢 是世界认识的一部分 我们这个就是说过去呢 大家这个就是批判东西的时候 批判其他的学科的时候呢 这个把科学抬得非常之高 但我们也不能过分 因为这是对于人类来讲 就是我们整个的认识 就是无论是科学 无论是宗教 无论是文学 整个来讲 就是对于我们构成了 我们整个人类的这个知识体系的认识 然后任何一个都不能太偏废 那么当然就是说我们今天是要讲物理学 那么物理学 光在物理学的这个 这个眼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呢 我们知道这个大概你们都看科普书也知道 这个光呢 这个这个物理学呢 有所谓的四大力 就是说目前的这个认识 是认为这个世界是由四种力构成的 其中的一种呢 就是电磁力引力 那么还有这个强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 这四种力 那么这四种力呢 都这个是构成我们这个这个整个的世界的 那么这四种力呢 就是说它们有各种各种不同的特点 那么比如说引力 引力呢就非常小 它相当的小 当然你如果从一个 比如说这个三楼 太高了可能你就摔死了 三楼估计也差不多 你从二楼跳下来的时候 你不认为这个引力是非常小的 是不是 它也是很大的一个力 但是呢 如果你要是用一个吸铁石 用一个吸铁石把一个这个一个一个磁石 这个这个这个气体起来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个很小的一坨吸铁石 就能够对抗整个的地球的力 是吧 那么这是一个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力 如果我们看的话 就是说引力和电磁力呢 它的强度有多大的差别呢 实际上你看是有十到三十六四方 这么大的一个差别 这是一个非常 而这个电磁力呢 就是由光子来传播的 那么这个光子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光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光呢 是一个就是说光 或者说是光子 商界课你们已经看到了 是吧 这个光呢 是这个对于微观体系 实际上你也开说红观体也有 就是都有波利耀相性 只不过是红相提 这个波利耀相太 这个太不明显 你看不着而已 就是说你既可以把这个光 看作是一种波 然后也可以看这种粒子 那么它这个粒子的时候呢 它是传播 这个就是我们的光 那么所以说在科学 科学家的眼中呢 就是说光呢 也是处于一个非常基本的地位 实际上呢 这个光呢 对于我们这个日常生活认识呢 是非常之中 这个就是说 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你现在坐在凳子上 为啥掉不下去 大家讲过这个问题吗 就是说你现在坐在这个凳子 为什么掉不下去 那么就是因为你的身体中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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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垫 然后这个和这个座位上的这个垫 然后呢 形成了一种这个刺力 把它排斥 然后呢 就掉下去 那么这个刺力是为什么形成的 就是说是因为这个一些就是一些这个电磁力的相互作用的时候呢 它有会有引力也会有斥力 就是在这个到了一定范围之内 它会它会它会排斥 那么具体的细节我就不讲了 但是我想在这里告诉大家的是 就是说这个光呢 是在科学中呢 是有呃 非常之重要的地位 那么它是四种力的之一 那么当然还有这个强力和弱力呢 这些呢 就是说是在呃 它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讲 实际上是电磁力是最重要的 然后呃 强力和弱力呢 是都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 比如说强力 它限制在10的-15次方米这种范围 然后弱力呢 是现在10的-19次方米这种线 这种这种这个作用尺度上 它是一个非常 就是说呃 就是说非常小的尺度中间会表现出来 那么这是光呃 这个在科学 这个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光呢 因为它的这种非常这个这个基本的地位呢 那么我们这个呃 我们这个可以通过这个 就是说呃 再看一下它在物理学中这个 我们知道物理学呢 是有两大这个支柱 一个是这个量子力学呃 在现今的当代的物理学有两种呃 支柱 一个是叫量子力学 然后一个是相对论 那么 他们的这个 这些这个之所以确立呢 也是有这个呃 一些实验的事实去确定的 比如说刚才讲的 玻璃耀相性 那么玻璃耀相性呢 最早的发现呢 也是在呃 就是在光像这个双方干涉 这样的这样的双方干涉 这样的体系中去看到的 那么还有这个光速不变原理呃 那么确立了相对论 大家可能都在科普市中看到了 就是因此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光呢 对于呃 现代物理学呢 也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地位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呃 现代物理学应该说是最高的这个 这个荣誉呢 应该说是诺贝尔碱了 那么可以看看这个就是说呃 这里仅仅举一些例子 就是在诺贝尔物理学奖 与光学有关的一些例子 那么比如说1953年的时候 然后他们这个叫 嗯 然后发发了这个这个发明了这个叫 相乘显微镜 获得了1953年的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那么相乘显微镜是什么呢 它是 它的基本观点就是 它的基本点就是一个呃 你可以通过这个 就是说白了 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东西 去看一个相对透明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这个玻璃的厚重 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这个玻璃厚重 假如这个玻璃厚重有轻微的差别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眼睛是分辨不了 但是那相乘呢 就是它这个 当这个光通过这个玻璃的时候 它的相位要有轻微的改变 而这种轻微的改变呢 我们可以通过相乘 就是相位改变 把这个 把这种相位改变 增强这种现象 来把这个 这个就是 把这些透明 相对透明的物体 来把这个 就成像 那么这是 这个1953年时候 叫所谓的这个相乘成像 那么1955年的时候呢 这个叫兰姆 这个是 应该是这个印度的这个物理学界 然后他 叫兰姆 他发现了这个 氢原子光谱的精细结构 然后就是著名的兰姆 然后还有其他一些 比如说穆斯堡尔 穆斯堡尔呢 就是他用 X射线 X射线也是一种光 X射线呢 看到了一种 非常这个 非常这个就是 窄的一种共振 可以达到 实际上当时看到的是 10的负12次方 就是说 他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共振的时候 总是有共振的宽度 那么这个共振的宽度呢 ΔE呢 处于他的这个 就是中心的博长 ΔE处于E呢 当时他看到的是 这个 这个负12次方 这种精度 非常非常高精度的 一个 就是说 共振现象 那么实际上 现在的 现在呢 能可以达到 甚至达到 10的负17次方 都能看到这种 那么这可以成为 叫穆斯堡尔教授 它是一种非常精确测量能量 给水定标的一种方法 那么这是1961年 我们看这个就是 这是于这个 53年 55年 61年 这是非常 就是说 几乎是连续的 多年这个发 与这个光学有关 那么我们再看到 1964年的时候 这是激光 发行的激光 和微波 即是叫穆斯 就是说 也是这个 与光学有关的 然后 66年呢 他们看到了 这个电磁共振 这个具体 我就不得讲 那么全息 比如说 1971年的时候 看到了全息 我们知道这个全息 大概有些同学 可能看到这个全息 大概在这个物理 中小物理看了 这个已经做过 这种全息成像了 那么他 可以 可以这个 通过光学的方法 全息成像 那么实际上 也有这个全息电影 这样的东西 可能一些东西已经看过 那么还有这个 像74年的时候 这个射点填文 那么这是也是与光学有关的 然后还有微波背景辐射 那么这是与这个宇宙大爆炸 是我们这个宇宙创 创生的这个理论 现代物理 这个宇宙创生的理论 相关的 宇宙大爆炸 这是78年 那么还有 比如说81年 然后在这个 在光谱学和激光方面 然后这些人 这个就是 或者诺贝尔奖讲 那么这些等等等等 实际上我 这些每一个 实际上都是一个 非常巨大的客体 都是其中人出名 但是呢 可能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不可能 那么详细的 介绍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这个 就是他们的工作的意义 比如说这个宇宙X射线圆 我们这是 把这个遥远的 这个新的 这个X射线的信息 传到我们地球上 那么这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工作 然后还有这个光学的鲜干 以及这个像微波背景辐射 那么这也是 和刚才一样 是这个宇宙大爆炸的理论 一个重要的支持 那么2009年的时候 然后那个华裔的 这个科学家高坤 然后呢 他因为他这个这个光鲜 而获得了这种表情 我们知道光鲜呢 对于现在的生活呢 是非常重要的 是不是 你们就是 我相信你们每个人的家庭 现在就应该都是用到光鲜的 这个 如果你家里没有用到光鲜呢 实际上呢 你用到这个所有的网络 在主干线上 肯定是光鲜 那么在家里呢 我估计现在90%以上 应该都是光鲜了 那么这是光鲜的发明 那么这也是对人类 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那么像12年的量子光学 还有发光二极管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我们这个用的这个电脑屏幕 现在呢 很多都是LED 就是发光二极管做的 那么这个是日本的一个 日本的一个科学家 然后呢 他实际上呢 他在获奖的时候 实际上这是一个工程师 他的获奖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他实际上他的这个叫科学上 当年的科学的地位并不足 就是说他获奖的时候的科学地位 没有那么重要 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那么还有这个像引力波 就是2017年的引力波 那么他也是用到这个光学的方法去 去做 那么用了一个非常大的R型的这个 这个玄壁 然后呢 让激光在这个两个玄壁之间 两个玄壁之间 然后这个运动 然后运动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从而看到 就是他总共两个玄壁 那么来比较这两个玄壁之间的这个差异 然后从而来看这个是不是有 就是说这个像引力波 在这个方向上和这个方向上 应该是不同的 所以叫他在这个 在这个传播方向上 和这个传播方向上的距离 会有一个细微的差异 他把这个两属激光在这里振动 这个差异进行比较 然后来看到就说引力波的存在 那么这是一个 这也是人类的一个最重要的 可以说是里程碑的 人类认识的一个里程碑吧 那么像2018年 还有这个叫激光这个镊子 用激光做的镊子 然后还有超转超强激光 一会我们会讲这两个人 他们非常在这个强激光 这种非常重要的理由 那么还有像2019年 那个地外行星发现 这些都是靠光学的方法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我们讲了这些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诺贝尔奖 这样代表了物理学最高成就的 这样的一些 这个工作中间 那么有光学呢 是非常非常之相关的 就是很多呢 就是说是直接的光学的应用 那么这里呢 这里呢我们讲了这个 就是说光的应用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说这个强激光 有什么用呢 我们知道在这个 在这个体育中间 我们这个奥林匹克这个口号 是更快更高更强 那么在物理学中 甚至说也许可以说是 在所有的这个领域中间 都是想往这个 就是说往一个极端的方向去走 那么物理学呢 也同样是想往这个 所谓的更快更高更快更强 那么我们有了激光 这种手段了之后呢 我们就想把激光 往这个就是说 更快更高更强 它的这个意义上呢 那么我们怎样来去看这种 这个所谓的激光的 更高更强 它们的围度是什么呢 那么一般来讲 激光有很多很多的围度 我们可以可以 实际上这里只是 给出几个例子 那么其中的一个呢 就是在能量这个围度上 我们希望这个激光 就是说它这个激光的能量 总能量越来越多 那么相当于这个 一个潮人举了一个大石头 那么你这个石头越大呢 我就是这个越好 那么这是这是一个围度 那么还有一个围度什么呢 就是说是功率密度 就是说我这个激光 可能这个能量没那么大 但是呢我想把这个能量 集中在一个短的和小的 这个持久中间去 那么就像我们这个 用这个锤子打一个钉子一样 那么这个锤子的能量呢 可能没有这个大石头大 但是呢这个锤子的这个能量呢 集中在钉子前面的一点点的时候 那么它还有这个快速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钉子的能量 这个锤子的能量它集中在短时间和小面积上的时候呢 那么这也会创造一个前沿 那么这个叫功率密度的前沿 在这个方向上激光也可以去做 那么当然还有时间 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快 这个更快的一个激光 那么就相当于这个我们用这种 这种这个更快 时间持续更短的这种激光去做 那么这就这就像子弹一样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目前的激光 远远远远比子端要快的做 那么像一般的子弹 这个可能手前的子弹 也就是几百米 就是也就是在这个因素 差不多这种这种范围 手前的子弹可能几百米每秒 但是呢我们就说这个目前的这个 就是说有就是这个 这个在这个时间持续上呢 我们的激光呢可以做到 阿米尔十的负十六四方 十七四方 就是说比非就是十的负十六 我们知道这个十的负十五 是这个叫非米 这个非米 十的负十五四方米叫非米 十的负十八四方米叫阿米尔 就是说目前我们可以做到 就是在时间持续上能够做的 比这个光波的波长 就是光还来不及震荡一个周期 然后这个激光的脉冲已经接受了 就是说可以做到这个这个持续 然后还有另外的持续 比如说它的频率非常的稳 那么一会可能我们会讲到更多一些 就是说就是说在频率 就是说激光它是一个震荡 那么这个震荡呢 我们希望它震荡的越稳越好 就是它这个周期和下一个周期 就是它的周期的这个时间越稳越好 就是它这个周期的离散越稳越好 那么这就是就是超稳频 那么前这种东西呢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做一个好的时钟 钟表 做一个好的钟表 你的你的钟表 你的这个摆动的这个频率 呃约稳定 那么你这个钟表越好 那么这就是在物理 在这个光的这个强激光 这个在激光的物理中间 那么有这些维度 能量维度 功力密度 维度 时间维度 等等的那些维度 呃 那么那么在强激光呢 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是 集中在前两个维度 就是说我们希望能量 呃 越 大越好 那么它的功力密度 越大越好 那么这是我们 呃 在强激光的上面的两个维度 那么 呃 那么超稳频 就是超稳频的时候呢 就说呃 就说呃 呃 实际上在目前的 大部分的钟表 都是用原子的震荡 因为这个后面 我们可能再稍微仔细讲一下 那么我们用原子的这个震荡去做 然后超稳频 那么实际上也可以用原子核的这个 呃 稳定性来来做这个 那么这被成为这个核钟 好 那么这是这是强激光发展 他们想更快更高更强 他们的几个维度 那么呃 这里呢 我们给了一个强激光的这个发展史 呃 我们知道强激光的是1911几年的时候吧 那个爱因斯坦首先提出了这个强激光的所谓的受机辐射的理论 那么这是1911几年的时候 但是实际上到了 直到了1961年的时候 呃 那么世界上第一台激光器呃 呃 才诞生了 我们看从理论到 到这个出结果 看跨越了呃 40多年的历史 那么到了1961年的时候 然后世界上第一台激光器呃 呃 才诞生了 那么当它诞生了之后 诞生的之初呢 这个这个光呢已经是无与伦比的强了 它的强度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这个维度 功率密度这个维度 然后它有多强呢 就是10的十次方 哇 每平方厘米 这种强度 呃 呃 这个诞生了之后呢 有一些技术 呃 我们以后会稍微再讲一下 就是叫Q switch 叫Q开关的技术 和这个呃 锁磨的技术 然后推动了这个激光呢 我们看这个 这是这是对手 我们知道这是对手 这个对手呢 以对手这个这个形式 那个迅速上升 它的激光的强度 那么但是到了后来呢 这个这个 由于这种技术的限制 就这两种技术呢 有限制 然后是呢 它这个就是再往更高的功率上去走的时候呢 遇到限制 那么主要限制什么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 说这个光太强了 把这个气垫也就烧火了 呃 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你想做一个呃 做一个光学的东西 然后呢 你把这个激光打到这个光学的材料上面去 无论是这个像光学的玻璃啊 或者光学的这个激光器的工作介质 当打到里面之后呢 会怎么样呢 如果这个激光太强了之后 这个强 这个因为激光呢 是一种电磁波 对不对 那么你们应该已经学了 比如说这种电磁波呢 它有电场 它有磁场 那么你把一个材料 那么材料本身呢 那你必须的是有物质构成的 那么它里面有这个电子 有这个其他的原子合作的 当你把这个电子放到这个原 放到这个就是激光的这个场中间的时候 那么这个电子呢 当这个场在 在这个就是说震荡的时候 那么这个电子呢 会受到这个电场和磁场的力的作用 那么如果受到这个电的力的作用呢 它这个电场非常之强的时候 那么这个电子呢 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就是你原先构成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材料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中间是原子和外面是这个电子 如果这个电子放在一个激光场中间去 然后呢这个场呢太强了 那是不是就要把这个电子给 给拿走了 就说这个这个激光的光波在震荡的时候 会把这个电子拿走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 就是说当这个10的这个这个场 大概是10的13 13次方左右的时候 那么还有多强呢 就是说在一个震荡周期中间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一互加速 一互减速是吧 如果你把电子放在那边的时候 那么这个在一个震荡周期 实际上可以说是半个震荡周期的时候 然后这个电子呢 它的获得的能量呢 如果就是说它已经达到一位量级 就是说在10的13次方瓦每平方厘米 这个尺度上面的时候啊 这个电子已经获得了一位这种量级的能量 你们可能已经学过了 说这个氢原子 氢原子的这个能量级是多少呢 是13.6gb是吧 13.6gb 如果你给一个氢原子 13.6gb的能量 然后它就电子就飞走了 所以说呢 如果激光太强的时候 它就把这个光学器件里面的这个电子 给它就是这个就是电子拉走了 那么你这个光学器件本身就要损毁掉了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当这个光强达到一定时候了 达到一定强的之后 然后呢 你这个整个的就不再 就说由于光学器件的限制 然后这种方法呢 就不能够再继续利用了 就说你的光强就无法再进一步提高了 那么这时候呢 就说出现了这个就是 刚才是1918 2018年的时候 这个人 他们他们两个做的这个 他们两个做的这个就是 就是说工作 叫这个 叫这个CPE技术 就是说周焦脉虫放大技术 因为我们还要重新再讲 然后呢 这个这个技术呢 拯救了整个强激光的这个这个这个领域 然后呢 这个强激光呢 然后又沿着新的新的这个这个这个指数 开始上达 那么直到今天呢 我们一直我们还是在利用这个所谓的周焦放大技术 来来来产生强激光 那么这是这个强激光发展的一个历史 那么现在有多强呢 这个强激光 那么它是它是如何工作 如何克服刚才说的这个瓶颈呢 就是说光学基建瓶颈颈呢 我们一会儿回想 那么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强度 10的12次方 13次方的强度的时候 然后这激光 就是说一个电子会获得一个EV的能量 那么如果达到了10的17次方 18次方的时候 那么这个电子呢 会获得MEV的量 就是说在在半个震荡周期中 会获得MEV 我们知道这个爱因斯坦的智能公式 1等于MC平方 是吧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电子 如果电子的质量乘以它的光速 等于多少的能量呢 是0.511MEV 那么两个电子 两个电子呢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正电子 一个负电子 然后它们会行 这个就是说一个光子 它们会分解成一个正电子 一个负电子 那么它需要的最小的能量 就是这个0.511乘以2 那么这就是它的需要的能量 那么大概是一个MEV 是吧 左右 那么如果你这个厂墙 就是这个电子超过了一个MEV 那么这时候呢 会怎么样呢 就平常正式电子座 那么所以说这时候 已经正式进入了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 从一个EV 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你打开了一个新的这个 相当于什么 它能量不合 新的维度会出现 那么这是MEV 那么当这个光呢 这个光的强度达到了这个 10的这个24次方 25次方的左右呢 那么你这个一个电子 可以在半个波长之间 可以加速到TEV 我们知道这个直子的 我们把这个直子的质量 带到这里来 直子的这个质量 带到这里来 那么它是多少呢 它是这个931个MEV 直子 我们知道物质呢 这个都是 有电子直子中子构成的时候 那么达到一个G位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呢 原则上来讲 但一个G位 就是原则上来讲 它可以和直子的质量相比了 然后我们知道 A3的这个相对论 告诉我们 这个A3的智能公式告诉我们 如果你有这么多能量 你就能创造对应的粒子 所以说你达到了G位 这样的这个量级的这个能量 那么你就可以产生 这个有望产生直子 反直子这个东西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就说 随着激光能量的增加 随着激光的这个 这个强度的增加 然后实际上呢 我们开始的时候 是可以研究原子物理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说原子物理 我们是研究 异位量级的事件 我们知道这个 像这个刚才说 这个氢原子 它是13.6个异位 那么对于有些原子核呢 它的外围的电子呢 可能就需要 异位量级这样的能量 就可以把外围的电子 给驱离了 然后呢 一些化学反应 它们都是在异位量级 这样的一些东西 就是能够驱动 这些化学反应 那么所以说 如果你有一个激光 然后呢 你这个强度达到这个水平了 然后呢 你就能够把这个原子 这个外面的电子 给完转了 能够把它剥离了 然后让它复合了 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所以说EV 就是对应于一个原子物理 那么你达到这个能量 是MEV的时候呢 刚才我们说 一MEV的时候 你有正负这个 正负这个 正负电子对 那么我们知道 原子核的结合能多少呢 它的平均结合能是 7.8个MEV 那么7点几个MEV 那么所以说 如果你的能量达到 这个MEV量级了 那么你就可以去 这个去指挥这个原子核了 就相当于你有这个手段 有这个能力去控制原子核了 但原子核呢 是有很多很多能量 它实际上最低的能量 有时候有些原子核呢 它的激发呢 只需要EV量 这个有些原子核呢 激发需要几十MEV量 但是就是说 这个从这个统计的结果来看 就是说大部分的原子核呢 是需要EV量 这个MEV量级的 这样的能量去驱动呢 所以说 如果你有MEV的手段 那么你就可以去 做你的核物理了 那么同样 刚才说 如果你有GV的能量 然后你就可以这个 就是它的能量本身 就相当于一个质子 一个中子 这样的这个 静止质量 这样的东西了 所以说你有GV的东西呢 你就可以去做核 这个粒子物理的东西了 所以说我们看到 就是说实际上你有什么手段 然后你就有这个 就是说有可以研究对应的东西 那么所以说 随着强激光 这个激光的强度的不断等等 然后我们实际上是 从原子物理 迈入这个核物理 然后再迈入粒子物理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是整个的 就是说是我们 就是说 所以说强激光 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可能性 那么是 就是说它的背后的物理原因 那么就是从这里来的 那么好 那么这是我们 就是说 讲的强激光的 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 那么我们怎样来产生强激光呢 那么刚才说 强激光有几种手段 一个叫K-Switch 一个叫Modlock 一个叫CPA 那么这一些呢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我们这里呢 就给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么这是强激光 叫K-Switch的一个方法 那么什么叫K-Switch呢 你们在应该中学物理中 已经学过了 所谓的就是共振 那么共振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你一个东西的频率 接近这个一个东西 接近你的这个本征共振 本征频率的时候 你们大概像这个学校可能做过这个阴差的实验 我把这个阴差一敲击 然后这个这个阴差呢 如果他们两个阴差的频率是一致的时候 那么我敲这个时候 敲这个的时候呢 这个会也会动 是不是啊震动 但如果这两个阴差的这个频率不一致的时候 我敲这个这个完全是没有不能动的 那么这叫共振的现象 那么共振的时候呢 就是接近这个共振频率 这个Omega 0 我们叫Omega 0 接近Omega 0的时候 它会产生现象 但是这个Omega 0呢 是也是这个不一样的 就是说有时候看你多接近 有些时候这个Omega 0是一个 就是就是是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你的频率呢 接近接近的接近这个Omega 0的时候 那么它是慢慢的增长 就是慢慢的增长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 有呢 有些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 那我们把这个这个宽度 叫做这个共振宽度 那么把这个共振宽度 Delta 我们把这个叫Delta Omega 这个宽度叫Delta Omega 有些呢是比较有些的比较质 那么把这个Delta Omega 除以Omega 然后呢定义为这个就是6 那么这个叫品质因子 那么我们把它叫做 共振的品质因子 那么这个品质因子约高呢 它的这个共振呢 就是你得约接近这个共振点 然后呢 它的这个共振的强度就约大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一个 是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说共振 没那么强的时候 然后它是这样子 就是它的最高点的时候 是呃 比如说在共振点的时候 最高点 它越窄 它的功能 共振这个就是最高点越高 那么 这个激光的产生方法呢 就是我们把 把这个激光放在 就是把这个激光的工作物质 呃 放在这个一个共振枪里面去 放在共振枪里面去 然后呢调整这个共振枪的这个所谓的共振品质因子 那么通过一个东西来调整的品质因子 那么调整这个品质因子呢 可以使得就是说呃 这个相当于这个激光的总能量在这个枪中存储着 如果你把品质因子调高了呃 这个然后这个激光呢 就是它会呃就是 跑 那么这是 基本思想就是 开始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就是呃 把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激光的工作物质开始调调上去 然后呢你开始这个让它激光工作物质工作 工作完了之后 在某一个时间点 然后你来调整这个Q因子 然后呢 这时候呢 就说呃 使得里面的这个共振增强 然后呢 就可以让这个就是呃 相当于开关一样 然后我把这个调整之后 然后这个激光就可以输出了 那么这是最早最早的时候 那么叫QSuite的一种方法 那么这是呃 1960年的呃 他们来产生呃 呃 共振呃 强积光当年的一种方法 那么然后呢 就是进入了所谓的这个锁膜呃 这个阶段 那么什么是锁膜呢 锁膜呢 就是说我把不同的这个膜 就是它的这个 你可以也说这个是相位呃 呃呃 呃呃 呃 呃 呃实际上是有有 就是频率呃 和降位呃 就是说呃 就说这样的概念 但是呢 这里呢 我们就把它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为这个 相位 就说如果大家就说我们知道这个呃 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 就说如果这个军队过桥的时候啊 他需要变不走 不能这个不能骑不走 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如果骑不走的时候呢 他就对这个桥 如果 我这个频率正好这个桥的频率一致的时候 那么这个桥是有破坏的 那么这就是 这就是同步 那么实际上呢 对于我们这个激光来讲 它里面有这个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说这个就是发光的单元 然后这些单元怎样呢 走上同步 然后使得这个激光非常强呢 那么这就是涉及到这个 涉及到这个锁模的技术 那么我们是把这个一些混乱的东西 呃我们可以叫做混沌 当然这个混沌这个概念 这个这里借用呢 就是这个借用的概念 我们不能也应该的追究 得到这个学术 学术的这个定义 就是从一个混乱走向同步 是如何实现的呢 那么这里呢就说 呃实际上这就追溯到 呃哦这个写错了 应该是1865年的时候 这个呃惠庚斯 呃惠庚斯的一个大学 那么他惠庚斯呢 是呃是发明这个 就是说百中的人 呃传说呢 这个惠庚斯呢 他在 他在这个就是说病床上 呃这个躺在床上 那个闲着没事干了 然后就看到这个 看到他这个 呃床顶上挂了两个百中 呃他发现呢 这个百中呢 呃假如他的 假如这个开始的时候 这个百中就是说 百中这个就是 这个两个的频率呢 呃就是开始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开始是混乱 但是过了百个 每一次他把它调到 就是调到这个 比如说他 这个这个 这个墙上 把这个百中 老式的百中 大家可能有些 有些家里可能还有 我估计有的人 人已经非常少了吧 就说 他这个百中 是有个中板 然后呢 你用发桥 把这个上了之后 然后他在这里板 然后呢 这个中要约 那么 那么当这个百中 当这个百中的百 就是这两个百中的百 就是开始的时候 也没有把它们 故意的调成同步 呃 调成同步 就是有有有些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想左 那个是想右 他们就是混乱的 那么这个这个生病的惠更斯呢 他在病床上躺着的时候 看到这个梁上挂了两个钟 呃发现他们这个摆了 就是开始调整完了之后 大概都要过了 每次都是过了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然后这两个百是一模 就是调整的这个 就是他的摆动的频率 这个摆动的这个幅度呢 是一模一样的 呃 然后他就觉得非常的这个惊讶 那么这是他的他观 他观察的现象 就是呃 他的横梁上看到两个百中 开始的时候 这个百中呢 就是没有呃 就是说是这个角度呢 是不一致的 但是呢 过了半个小时呃 就是二三十分钟之后 然后这个每次都是这样子 然后他发现这是 这是挺神奇的一个现象 那么这个呢 是为什么呢 那么这就涉及到 就是一个 呃 是我活的这个现象 那么这里我们给一个视频 然后看一下 就是说他呃 这里这个视频呢 嗯 那么这里呢 这个视频上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有一些叫接拍器 然后这个接拍器呢 他会就是 会会摆动 然后开始的时候 呃 大家把这个接拍 就是这里边 把这个接拍器呢 就是说调整了 这个混乱的 混乱的状态 呃 这个 这个清晰度不是那么高 开始的时候混乱 呃 那么过上一段时间之后呢 呃 他们就呃 会催向同步 呃 这个清晰度不太够 嗯 但还是能够 大概还能看到这个 嗯 就是开始 刚摆上的时候 然后呃 频率 就是说他的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幅度不一样 然后过上过上一段时间 你看他们就越来越同步 越来越同步 大家看到这个接拍器 嗯 嗯 就后面越来越同步 越来越同步 就是 就最后他们的这个就就就变得一致了 就是大家都一致了 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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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就藏在这个 就是他们在共同的 他们 处于一个共同的这个叫呃 共同的这个底板上面 就是他们在复在这个这所有的接拍器都处在一个共同的底板上面去 然后这个底板呢是是这个用这个线旋锤的一个一个上面 那么 当你这个其中的一个接拍器向左的时候 他对这个地板施加一个向右的力 是吧 他向左的时候向右的力 然后呢 这个向右的力呢 会影响到其他的 就是说 其他的接拍器 所以说 这种贵公司当年呢 看到的什么呢 就是他们看到的 他是在同一个横梁上 那么当这个 当这个摆向左转 就是向左转的时候 向向向这边摆的时候 那么他对这个上面的横梁 施加了一个非常微小的力 这个微小的力呢 又传递到 就是说另一个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板上面去 然后这两个摆的互相的影响 那么使得他们最后 只有最同步的时候 只有这两个摆同步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就是这种力 那才才 就是说这个才消失掉 就是或者说这个力呢 就是大家都是同样的力 所以说是同样的不了 所以说这就是这个 就是说是这个摆 当年他看到这个左膜的现象 那么这是 两个 就是说两个摆 那么对于多个摆呢 也同样 就是说 这里呢是很多 这个里应该是100个 10个乘10个100个这样的东西 那么他们都是放在一个大的底板上 那么每一个摆呢 对于这个就是 对于这个大的这个底板呢 都有一个小的作用力 那么这个小的作用力 有反作用于其他的这个就是 摆上面 这个这个这是接拍器上面 那么说一说 使得最后呢 他们都从于摧毁 那么这就是 这个叫锁模这种现象 那么这种锁模的现象呢 也被成为这个 就是四组之现象 四组之同步现象的一种 那么这样 这样的现象呢 实际上是在这个 就是说自然界中 是无处不在的 比如说我们的心脏 我们的心脏是怎么呢 我们心脏是 就是一直在跳动 是不是啊 那么它的跳动 这个是谁来指挥的呢 那么实际上 这个我们的心脏呢 是有这个心肌细胞 有一群心肌细胞 他们一群心肌细胞 每一个心肌细胞呢 都要发出这个心 就心电图 心电图 它实际上 为什么我们 我们把这个电机 接在我们这个 就是说胸口黑筋的时候 会看到能感兴这个电呢 是因为心肌细胞 发电 发出电 但是每一个心肌细胞 发出的那个电呢 电的这个信号呢 非常的微弱 但是呢 这一群心肌细胞 如果有些发症的 有些是发症的 有些是发负的 那么你看最后 也就抵消了 如果心肌细胞 这个就是它发的电 就不同步的话 那么就抵消了 但如果大家都同步了 那么就形成了 就是再 你看到这个时候 所有的细胞 就是里面的一些心肌细胞 所有的细胞都放电 哎 啪啪 来了一个信号 然后后面 然后再到这个地方 啪啪放电 那么 就说 心肌细胞里面的 这个里面的细胞呢 它需要这个同步 才能够产生 我们这个信念头的样子 那么他们怎样来同步呢 就是靠这种 这种这个就是 索模的现象来做到 就是 这个 有些太靠前了 然后呢 就把它拉回去一点 然后呢 有些 有些太靠 这个有些靠后了 然后呢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 就是相当于这个 同伴的压力之下 然后呢 就会这个 最后呢 取向同步 但如果这个 如果心肠有病的时候呢 那么这种 这种就会变成混乱了 就这个 这个这个 这种这个 就变成混乱了 所以说心肠就 那么这是一种 这个就是说 索模的现象 那么还有这个 萤火虫 萤火虫也有这种 这个就是 就是索模的现象 那么 这个 这个萤火虫 怎么发现的呢 是 在本书的 这个 我 是他 他写了 还是 他描述 不一样的 就是说 总之 大概有这样一个 生物学家 他这个 有一天夜里呢 有一天夜里 他这个 在这个一个 河岸边去 这个欣赏 这个夜景 非常美丽 然后有很多的 萤火虫 他突然发现呢 就说 这个 大概是 几公里的 这样一个 河道中间 有很多 萤火虫 几公里的河道 有很多 萤火虫 那么这几公里的 萤火虫 这几公里的 河道里面的 萤火虫呢 居然 他们的 名案是一致的 我们自己 如果是 你第一次 接触这个事情呢 也挺恐怖的 是不是 他们所有的 萤火虫 他们又不 互相又不认识 他们居然 这个 居然这个 就是 这个一闪一闪 这个 居然是同步的 那么 呃 就是说 他这个 这个频率居然是一致的 那么 这是为什么呢 也就是和刚才的 道理是一样的 这也是一种 索磨的现象 那么受到 同伴的压力 受到同伴的 这个指挥 然后大家都 参与到这个 这个 这个 呃 参与到这个 这个 这个活动里面来 那么 在有一些 这个像足球场啦 或者是什么 大家这个 制造人浪 是不是啊 呃 制造人浪的时候 有时候呢 就是说 呃 也会采成 这种 那么 还有其他的一些现象 比如说 这个 蝉 呃 这个 这也是一种 生物现象 这个蝉呢 就是美国 有一种蝉呢 它是 呃 它要在地面 在地面之下 待17年 17年 那17年之后 然后呢 是在 一两 在地面上 藏了17年 然后在两 周之内 然后呢 这一席蝉呢 绝绝而出 然后所有的都 出来了 然后呢 就是 呃 完成这个 就是说 这个 从这个 从那个 玉龙 这个 从这个 地下的蝉 到这个 就是说 这个这个 在地下的 这个 到这个蝉 然后那个 这个生命 完成这个生命周期 然后呢 就死掉了 那么 它在地下 待了17年 然后呢 就跑出来 这是 这个 你 你停一停也停 不可思议的 它为什么不会 就是说 就是 就是 大家都 大家都 这个 就是 呃 都互相之间呢 就非常的 这个 就是 在了一个非常 长长长的 17年之后 然后突然就出来了 然后两周一周之后 然后大家都消失了 那么你看 这是一个 非常的 这个 就是说 自同步的 一个 就是说 非常的 一个 同步的 一个现象 那么 这个17年 本身呢 也是 我们看的 这个17年 什么 也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 素数 是不是啊 一个素数 然后它为什么 是一个素数呢 就是说 它要和其他的 这个生物 就是它是个素数的时候 它和其他的生物呢 才就是相交的可能性 如果它是一年 它显然就是 很可能就被其他的 这个 不识动物给 被逮着了 逮着吃掉了 如果是两年的时候呢 有时候也是会 它 它就是 这个是个素数 这个是个大素数的时候呢 就被吃掉的可能性 要小 然后呢 它是一下子 在两个周之内 就出来了 然后它到捕食者呢 可能保餐 在两周之内 可能保餐一顿 但是呢 它们 保餐完了 但是呢 它有很多的同类 就活下来了 那么同样的例子 是海龟 也是这样子 这个小海龟呢 应该是 它在这个沙滩上服卵 这个服卵也是 也是有很长时间 但是呢 它们在几乎是在几分钟之内 所有的这一窝小海龟 就是不同地方的小海龟 都一下子 都一下子跑出来 跑出来往这个 往这个海里面跑 那么这时候也是同样 这个捕食 捕食的这个 捕食的动物呢 去吃它们 但是呢 它们吃呢 因为太多了 就是说 它可能吃掉几只 但是呢 有很多的小海龟 可以跑到 那么靠这种 就是说 突然是爆发 就是这种自足的现象 突然是爆发 和我们刚才心脏 是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 就是它待了很长时间 突然间爆发 然后呢 再走了 这种现象 然后呢 这是它们的 生命的 这个一种策略 就说 在这个股市啊 或者是这个 世界大战呢 这个这些都 就是说这个 在自然界 在人类社会 这种自足的现象 是无处不在的 那么好 那么这是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锁磨的技术 然后激光的锁磨的技术呢 就是可以去产生 这样的一些 就是说产生这个 非常强的气光 那么使得就是说 这个激光呢 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 形成一个非常强的脉虫 然后再出去 那么这种呢 和我们的新链图 和刚才这个蝉 和这个海归 都是同一个物理 同一个 不能叫物理了 叫数学模型 所决定的 那么这是这个 Q-switch和Modelock的方法 刚才我说的这个 这两种方法呢 这个到了瓶颈 这个需要克服 这个光学的这个瓶颈 那么克服的光线瓶颈 如何克服的光线瓶颈呢 那么就到了这个198 应该是82年 83年的时候 然后出现了这个 所谓的这个就是 周焦放大这种技术 那么这种周焦放大技术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 那么它是一个 就是说 开始的时候呢 有一个比较弱的脉虫 然后呢 这个弱的脉虫 你要想办法 所谓的弱的脉虫 就是它的幅度很低 但是它时间呢 要很短 这个时间 Delta-T要很短 就说 如果 但是Delta-T很短 那么 如果我到 我把这样的东西呢 直接放大 直接放大的时候 它还是在这样一个Delta-T之内呢 还是在这样一个Delta-T之内 但是它非常之强的时候呢 我 就是会把这个激光器烧毁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个办法 把这个 我们把它Delta-T变大 那么让它这个幅度变小 幅度变小 Delta-T变大 它本来是这样一个很强的一个 就是说Delta-T很小 但是呢 幅度很高的一个东西 我们想办法把它变小之后 然后呢 放大 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大 放大完了之后 然后再变回去 变成一个 就是说Delta-T很小 然后呢 更高的一个脉虫 那么这就是周周放大 必数 那么这个东西呢 基本的原理就是这样的几步 先把它空间中呢 这个压缩 压缩小 然后放大 那么这时候 从这个放大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就不会再伤害这个 就是光学器件了 因为它就是 因为它们的时间拉得很长 所以说就不会伤害了 那么 然后呢 再压缩变成一个高 那么这是整个的思想 那么当时呢 这中间涉及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什么呢 就是叫福利液分解 那么这个概念呢 我们这里稍微的讲一下 就是你怎样 把一个脉虫 变得 就是所谓的变得 就是怎样把它 从很窄的一个东西 变成一个很宽的东西 就是说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那么这里就是用了一个概念 叫福利液分解 那么这里也稍微的讲一下福利液分解 那么福利液分解呢 是 也是 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我们现在 现在生活的不可缺少的 不可缺少的一个东西 它的发明呢 你要说是和火 和车轮和电 这样的东西相比的 我觉得还真不压意 你知道我们这个 我们对于我们人类生活 有重要的重要的贡献呢 有哪些发明呢 缘故的时候肯定是火 然后文明出现了之后呢 是轮子 就是啊 车轮这样的东西 还有铁器 就是啊 铁 是不是啊 钢铁 铜 这样的军事 那么现在呢 是 电 是不是啊 互联网 那么福利液分解呢 应该说 可以和他们稍微差一点点吧 像火这样的东西 稍微差 也是 也是和可以 可以相比你的东西 大家可能没有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呢 可能没那么 没那么深圳的感觉 我每天呢 就是比如说 你现在每天咔嚓 照个照片 那么都是福利液分解 然后你用了互联网 那么这里面都要 我用到福利液分解 OK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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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我们看福利液分解 也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说 呃 我们 我们 假如我们有一个叫 这样一个东西 叫方波 假如我们这个有一个东西 这是我们的原始的一个 一个东西 叫方波 呃 就是我们画到这里吧 就这是我们原始的一个东西 方波 那么这是无限 无限重复下去的 好 我们按照这种思路 就对于这个方波来讲 我们对它做零级近似 零级近似 对于这样的东西 假如这是零 好 那么对于这个方波做零级近似 那么你应该把它近似成一个什么东西了 那么应该近似成一个一条直线 是不是啊 这个直线不能画在这里 因为这个太小 是吧 也不能画在这里 因为它这个就是 所以说画在中间应该是刚刚好 是不是啊 从你的直觉上来讲 零级近似 是吧 它一会儿来了 一会儿走了 一会儿来了 一会儿走 但是呢 它近似认为是中间的一条线 对不对 那么好 我们把它近似成这样一条线 这是零级近似 那么下一级近似什么呢 这个零级近似呢 这个地方多了 是吧 这边多了 然后但是这边少 对不对 这边多了 就是这是我们原始的这个这个波 但是我们现在把它近似这样子 那么这个地方多了 是吧 这个地方多了 是吧 在这一段的时候多了 这一段少了 好 那我们再利用一个 就是这个正旋波 这个正旋波来叠加上几个近似 就说我把这个零级近似 然后我把这个正旋波呢 作为一个一级近似 然后这两个一加呢 应该什么呢 就说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正的嘛 这个加了之后呢 这个加了之后 然后这个这个多出来 是吧 然后呢 这个本来少了 哎 少出来 是吧 那么加完了之后 应该这个这个波形 是吧 这个多了 这个少了 也就是我们这个的地方 好 加完之后呢 就说这个和这个相加了 完了之后呢 就带到这个了 这个多了 这个少 是不是 好 那么这个可不可以认为是个近似 这个相比于刚才这条直线 然后这个线呢 是不是更好地近似了我们这个东西 是不是 那么这是一级近似 那么继续做这个事情 继续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 我们再把 再仔细分析刚才这个地方 就是 就是现在呢 这个地方多了 是不是 这个地方少了 是不是 这是新的近似的函数 这个地方多了 这个地方少了 这个地方多了 这个地方少 是不是 那我们再用第三个线 就这条线 再来近似 可不可以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再把这个东西再加了 现在有三条线 第一条线 然后第二条线 然后第三条线 把这三个加一块之后呢 就带到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比刚才呢 又近了一步 是吧 刚才是这样一个东西 刚才是这样一个东西 好 这三个 这是一级近似 零级近似 一级近似 二级近似 然后加完了之后 再加完了之后 就带到这样一条线 来 看 那么这个相对于刚才 这个是不是更好了 对不对 对于近似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方波来讲 就更好了 那么这是二级近似 这是二级近似 这是二级近似 这是这是一级近似 这是零级近似 一级近似 这是二级近似 是吧 那么这样的事情可以无穷无穷地做下去 是不是 无穷无穷地做下去 那么这是零级 一级 二级 然后呢 再做一个 是不是 这刚才还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稍微点 这个 这个地方这个少了 是吧 这个地方多了 少了 多了 少了 多了 所以说再加上 再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新的 是吧 再加上去 哎 我们看到这个是不是更好了 现在 这个 一级 二级 三级 这四级 是吧 这四级的时候 你看就这个 这个已经很好的去接近了 这个 福利液 就是说接近了这个原始的 呃 原始的这个方波了 是不是 四级 那你当然可以继续的进下去 五级 六级 七级 那么当你进行了无穷地的时候 那么你就做 有了一个完美的方波 那么这是 所谓的福利液分子 好 那么 我们再从另一个 维度上来看一下 从这个就是说 另一个维度上去看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希望的分解的是这样一个 就是说这样一个方波 然后呢 这是 这是有一级近似 是吧 这是 这是零级近似 然后零级近似 然后这是一级近似 二级 三级 四级 那么 我们从 我们来观测 观察 这一个 这个 这个 他们的几个 这个特点的时候 就会发现他们的频率呢 是固定的 固定的数 就开始的时候 就是他的 他的这个周期是多少呢 这是假如这个周期是t 然后下一次呢 是多少 下一次是二分之一体 是不是啊 再下一次呢 是三分之一体 是不是啊 这一直就一直下去 所以说呢 在这个频率的 在这个 这是周期 然后在频率呢 就是说他 你看这是 这是这个 假如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 Omega 0的话 这是 这是这个 这是 这是这个 整数倍的 Omega 0 然后呢 但是他幅度 越来越小 每次 每次加的这个东西呢 就越来越少了 就是因为他 每次差的不多了 是不是啊 从这个地方看着 就说每次差的不多了 所以说他幅度 越来越小 频率呢 慢慢增强 所以说 这是 我们把这个叫做 频率 频率 那么这个 这个坐标轴 表示它的频率 然后呢 我们需要的频率呢 是这样几个点 但是这个频率 它的对应的幅度呢 就是这个 它的近似的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曲线的幅度呢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正弦 的幅度呢 就是来表示 就是在这个方向呢 好 那么在频率中间 我们把它分解了 那么这是在 时域中间 就是时间上是这样的 所以说 我们就有了 所谓的这个 时域 时间域 和空间域 这个频率域 这两个概念 那么 我们任何一个信号 那么这是对于一个方波 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信号 我们都可以去做这样的操作 然后呢 你就得到了 就是说 所谓的复利液分解 这种方法 那么是从时间的域 到这个频率的域 然后这是复利液分解 好 那么我们 这是 所谓的这个 复利液分解的方法 那么它是 它是这个 就是说 你家里看电影 就是说你这个看电影 目前这个数字化时代 是吧 看电影 听歌 然后拍照片 都是利用这个复利液分解 要不然的话 就说这个信号 就是爆炸级别的增加 然后你几乎就 就说 完全没法去进行了 还要把有些东西给 就是 有些东西给从这个 筛减掉 这个筛减掉 那么这是复利液分解 好 那么这个复利液分解 与我们这个 就是说刚才说的 强积光产生的 周旧放大技术 有什么 有什么关系呢 然后我们再来看 就是 好 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把这个 一个单个的脉冲 进行复利液分解 那么这是在 实域上 这是在实域上 它是一个非常窄 就是Delta t 取于零的一个东西 这是在实域上 那么在平域上呢 在实域上是一个 非常窄的一个东西 那么在平域上呢 我们就能够把它 分解成不同的频域 那么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这个光山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把太阳光 造成光山之后呢 它会分成这个 红尘黄露青蓝子 是吧 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七色光 就是啊 那么好 那么在这个 它的时间 非常短的一个脉冲呢 实际上呢 这是空间 它的Delta t很小 那么在这个频域呢 就是说这是实域 实域上Delta t很小 那么在频域上呢 就它对应的是 不同颜色的光 那么我们把它照到 这个就是 照到一个光山上之后呢 它就分成不同的频率 不同的这个 Omega或者是F 是不是啊 不同的频率 那么这样子一来呢 就是相当于空间上 它们分解了 就是说本来是时间上一个 集聚的一个非常小的点 现在呢 就是说非常短的一个时间上的 集聚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很窄的区域 然后把它分解成空间上的一个 一个大的范围 那么这个空间上一个大的范围 这时候我再用镜子把它返回去之后 那么因为我现在已经在空间上得到了 然后空间上呢 我就让它走不同的不同的长度 是不是啊 就是说空间上 我已经把它们分开了 分开了之后 这些空间上的东西呢 我们让它走不同的路 是不是啊 就是说 就像这个我们有一队人 要是我们有一队人 然后有老的 有少的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 这个 老的和少的呢 有老的 有年轻的 这个老 小的年 这个 这个青年 这个中年 老年 是不是啊 那么小的 这个 小孩子和老年人呢 走的慢 然后我就让它这个走 这个小 这个短的路径 然后 这个 这个年轻的 走的这个比较快 身体 身体比较好 我就让它走 比较这个 这个长的路 那么 这样就 我们打个比喻就是 比如说我们 来了 有一百人 这一百人中间呢 假如是 这个从 一岁到一百岁 假如全是这个 每一个年龄都是 都有一个 但是我电梯呢 只有一步 这电梯里面 放的人比较少 比如说只能放 这个十个人 二十个人 那么楼梯呢 也能走 是不是啊 楼梯上也能走 这个 这个楼梯上也能走 比如说两百人 这个二十人 好 那么这时候呢 你怎么办呢 就是说你 不能这个 全放到楼梯上 然后有些走楼梯 有些走这个 就是年轻力壮的 可以走楼梯 是吧 走到这个 然后呢 这个年老的 这个年老的 体衰的这个 这个小孩子呢 可以走这个 电梯是吧 我让他 不同的 这个走不同的路径 这时候 通过的时候呢 通过这个 再让他们 走不同路径 那么这样子 他们的空 他们的这个 在时间上就分开了 他们走不同的路径 然后他 我们知道光速是不变的 光的速度是不变的 但是呢 他们 我让不同的光 走不同的路径 那么这时候呢 他这个 在时间上就分开了 就分开了 这时候呢 他再通过这个 放大器的时候 他的这个放大器 因为他这个 幅度就变小 是不是啊 相比于原始的 这一个 原始的是一个 又 又短 时间上短 然后又强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我把这样子 通过这样一个 分解了之后 他就变成了一个 矮胖的一个东西了 时间上拉得很长 然后呢 他的强度比较小 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 我再把它们放到这个放大器中进去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就对放大器呢 就没有损伤了 如果原先呢 是一个又短又 又短又强的东西呢 我就可能把这个 把激光器打坏掉 但现在呢 就不会打坏掉 这时候再通过之后 好 这时候放大 把一个这个 这个矮胖的一个东西 变成了一个这个 还是胖 但是高的东西 那么那么变成了 就是说放大了 放大 放大完了之后 把刚才这个过程呢 再腻过来 再腻过来 就是它们是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这个色 是吧 不同的颜色 就是说不同的频率 那么把刚才反过来之后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不同的颜色 就是说 刚才是有些颜色 我让它这个走更长的路径 有些颜色走短的路径 现在呢 正好想反过来 有些颜色呢 我让它走短的路径 有些人走长的路径 这时候呢 又把这个时间给赶回来 说是 这样子一个 这样子一个宽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我最后把它压缩成 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呢 再把它压缩成一个 一个窄的东西 那么这个窄呢 就是比原先的这个 这个就是 又窄 这个又高 现在这个又窄呢 就更高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就被成为是 周周放大技术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去仔细体会 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 它的这个窍门的话 我们看到就是说 把这个频率 呃 分开 是吧 开始的时候是合的 合在一起的 然后把它 不同的频率分开 然后再合到一块 从空间上来讲呢 开始的时候呢 是这个小的 在这个 呃 小的时间尺度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 大的时间尺度上 嗯 因为它光速不变嘛 所以说 说时间和空间 呃 在这里是一样的 你可以说 一个小的时间尺度上 然后呢 分解一个大的空间 然后再合到一个 然后强度呢 是从这个 开始的时候是 高强度 然后呢 最后变成一个 像那个低强度 然后再变成高强度 那么这是 周周放大技术 它的这个 这是周周放大技术的 一个一个一个 呃 工作的这个要点 那么 在 这个 这个 周周放大技术的 这个帮助下 那么从 八十年代 中后期 开始 然后这个技术呢 就沿着 这个指数程式的 那么 直到 直到目前为止呢 呃 应该说还没有 其他的技术 他仍然是目前这个 强激光的这个 主要的技术 呃 还没有其他技术 可以 可以这个 接续的 那么 现在呢 这个 这个 CPE技术呢 呃 也快到顶端了 因为即使你采用 这种方法之后 仍然呢 就是说 受限于这个 呃 激光制造 这个 这个 那个镜子 我们的激光镜子 可以做到这个 这个 米的这种量级 呃 但是再往下做呢 呃 应该说是 非常之困难了 呃 但是仍然没有 其他的技术 可以 就是说 新的技术来替代 呃 目前仍然是这个 呃 强激光领域的 主要 就是说 就是说 这个 助力的方法 那么刚才说到 这两个人 这个 毛肉和这个 呃 Straggland 然后他们两个呢 呃 因此呢 获得了2018年的 呃 诺贝尔物理学奖 呃 我们看到 就是说 呃 就刚才说 这个 你要注意到 这个 这个 这个系数呢 是一个 是一个指数 呃 所以说 它是一个 是要指线的时候呢 呃 这是一个 呃 指线的时候呢 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指数 增长呢 是一个 非常恐怖的事情 就是量级的增长 就是 呃 非常厉害 那么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 另一项 大家可能 二熟能详呢 就是这个 这个摩尔定律 是吧 它也是一个指数增长 那么这个激光的 强激光的 这个指数增长呢 呃 至少在强激光领域呢 是不下 不下于 摩尔定律 这样的一个东西 推动了 这个领域的进步 行 这是我们 这个强激光 是如何产生的 那么开始说 强激光 还有其他的一些维度 呃 就是说 它的其他一些维度的演化 那么包括这个 这个时间维度 呃 那么这是这是给出大家一个时间为的一个一个东西 那么当激态激光机呃 呃 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 当年就是说 这个激光呢 就是就是这个脉冲的宽度 就是脉冲的宽度 呃 刚开始的时候是150秒 呃 那么这应该是 就是在当时的技术前 就是在目前 在在今天看来 其实也也也还是比较快的 就是说是150秒 那么这也是一个指数 这个150秒 这是纳秒 我们知道 纳秒是10的负6次方 纳秒是10的负9次方 这是10的负12次方 然后这个一个非秒 已经是10的负15次方了 那么这样的时间呢 这样的曲线呢 在走 这个目前呢 已经这个达到了 就是说R秒 就是10的负 R是10的负18次方 那么100阿秒 这个是 是是这个 10的 嗯 10的负10 嗯 16次方 是啊 10的负16什么秒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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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级别 那么在时间的维度上 那么也是得到了 越来越 短的脉冲 光学脉冲 这个短呢 甚至比 光波 就是说一个阵筒波长 都要短 那么这也是 一个非常 这个精神的进步 那么强激光与 何药物 嗯 我们知道这个 目前的这个 有一些药 就是医用同微素 然后在我们这个 在我们这个 治病的时候呢 发挥的重要作业 嗯 可能还没有用的 那么广泛 但是就是不像 你普通药物 但是呢 也是 应该说是相当普遍的 就是这个 应用同微素呢 有两个作用 一个呢 就是这个 它要成像 就是应用同微素 帮助你 看到人体 一些这个 比如说病免组织啊 或者是失踪 有些时候 这个药物 怎样在你这个 人体中代现 从这个 从那个 胃里 然后到这个 某些地方 有些 我不知道有些这个 话语 有些这个 有些东西呢 它是 会到不同的 器官中间去 比如说 有些到骨头里 有些这个 在这个 比如说这个点 是不是 我们就 它就特别到 你的甲状腺里面去 然后有些东西呢 它特别进 容易进到 你的骨头里面去 就是不同的药物 有失踪 它给你这个 给出一种 这个代谢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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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的位置 那么这是很重要 那么还有成像 成像呢 就是像PET 叫 Positive Ectron Tomography 就是 正电子 正电子 这个 成像 这个 Tomography 就是 就是这个 三维成像 那么 它在基本原理是 就是说 你如果是一个正电子 就是说 一个正电子 在这个地方 有了 然后呢 它会和 我们 我们知道 我们人体中的 原子呢 它是 它是这个 里面有很多 这个电子 它在复电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 医用的同位素 一个正的电子 然后它和 它要和这个 正式电子 互相淹没 之后产生噶码 然后这对噶码呢 就是说 它们 就是说 方向相反 就是说 方向相反 那么到了 两个地方之后呢 被这两个 探测器 给探测到 然后呢 你可以 这个 反推一下 然后就知道 这个电子 这个正电子 是从哪个位置来的 那么从 通过这个位置呢 你就知道 我这个 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 有病变 可以去成像 那么 医用同位素 一大用途 就是成像 失踪 这个 那么另外 就是治疗 我们知道 这个 特别是对于 癌症 这种 就是治疗的方法 目前呢 像化疗 是不是 药物 就是一般的药物 我们目前还没有 很好的手段 那么化一条疗法呢 就是用化学 化液品 然后去 去这个 去这个 去治疗 但是这种是呢 我们知道 副作用 比较大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利用 同位素 然后它会发出 这个放射性的射线 包括这个 像达玛射线了 像这个 β射线了 这些东西 当然 这个R28射线 本身也是可以用的 那么 αβ 这个射线 然后放 如果能够直达 这个病造的位置 直达病造的位置 然后呢 就就可以 这个 把病造杀死 那么 所以说 这个同位素 资料分为两大块 一个是成像 一个是治疗 那目前呢 还就是说 有一些成熟的药物 但是更多的成熟 更多的药物呢 有待开发 那么这是目前的一个现状 那么这个需求呢 也是非常大的 就是说 你比如说 这是2019年的数字 然后呢 这个 像一些同位素的药物 这个点 主要是 看这个就是武装线呢 这个 然后国内的用量 然后呢 它的需求量增长 你看这个增长 一些是5% 20% 一些甚至30% 这个增长是非常惊人的 那么我们国家呢 也就是 很多的部位 包括原子 这个 包括这个 这个国家原子能机构 然后还有这个 药品管理局啊 等等 这些联合法文 就是说 我们国家这个 移用同位素的 这个发展呢 还是出于抽不住的 很多的东西呢 都是基本上是 就是说 就是不同的类别了 这些东西进口 就是 几乎全部的依靠进口 那么 那么在整个世界上呢 也是 用的非常广泛的 比如说这个 这个 99 这一个呢 它是目前 医学 这个医学上 用量最高的一个 每年呢 有3000万人 的用 但这主要还是 发达过去 比较 就是说 比较穷困的国家 就是像这个 发达的这个 像七国集团 这些东西 这些这些国家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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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也就是 斯莱伊 然后 有这个3000万 这种数字 还是 那么其他几个 欠发达国家 这个就 用量很少 所以说 这个整个的市场 还是蛮大的 那么对于传统生产呢 基本上 生产中 同位素的 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就是利用这个加速器 反应堆 就说这个加速器呢 包括这个像 主制加速器 电子 这些东西 去生产 那么整个来讲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加速器的反应堆呢 都不适合在高人口密集的地方去 用 比如说这个 这种这个核电站 反应堆这种 那种东西 然后他呢 就说 特别是有些这个 核实过之后 然后呢 对于这个高人口密集的地方 都是 都是 这个人们的反应堆 尽管它非常有用 这个已经离不开了 但是没办法 这个公众的 这个接收度 还是有限的 那么加速器也这样 同样 站的地方 都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样的以来呢 就很难包裹 很难在这个 这个高人口密集的地方进行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 这个像这些木 像这个 红维素 有些呢 寿命还算比较长 但是这个长呢 也就是 就是有些 比如说这个 用的最多的 它就是 才66个小时 有些几天时间 它就要 就从原来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 创生率半生期 才有这个概念 就是 经过66个小时 本来是这样一个活动 那就变得二分之一了 所以说 这个东西呢 在现用 这个才行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储存不了 那么但是呢 由于你不能够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去 用 然后说这中间运输呢 就是问题 就是你从这个生产的厂家 到了这个需要的地方去运输 那就是要花一段时间 那么这样就会 那么这是对于有些同学的时候 可能几十个小时去签了 可能更长 还好 但是对于有些同学的时候呢 它可能只有几分钟 那么这样子 你就没办法 你就可能只能把病人 拉到这个生产的地方去 采切 那么这样子 就是说 也是一个巨大的限制 那么 建议次呢 就是说 我们就是 有可能把这个激光的加速的技术 用上一区 然后把这个 用激光加速的方法 去生产 这个同学的时候 那么激光 这个激光加速器呢 它可以做到非常小 那么这是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时间最大的这个加速器 它是在瑞士 在这个这个欧洲 瑞士的 瑞士这个交界的地方 那个 瑞士 然后 然后呢 它的半径 多少呢 是27 它的直径是27公里 27公里 那么 它它能够把这个直子加速到这个tV的量级 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加速器呢 就是说 以前非常 就是大 如果 但实际上 如果利用激光加速的方法呢 它可以把这个就是所谓实现片上加速 就是把这样的一个非常大加速器做到只有这个指尖的大小 就是这个稍微有点夸张 加速了 以后我们可以稍微的讲一下 那么由于这种加速的机制的存在 就激光微波状加速 其他的加速方法存在 我们可以把这个这个加速器呢 缩短 就是这是二十几公里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缩减到就是米的量级 你看这个是是这个一点几米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激光器 然后它只有像这个这个只有1.5米乘3米 那么压着这这些也无非是3米乘3米 就10米的一个地方 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室 三分之一就够了 就能做这样一个加速器了 那么如果有了这样的加速器呢 我们能不能去就是替代传统的这种这个就是 就是反应对和这个加速器和反应对 这样东西呢 就是它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当然就作为第一步 我们不指望完全的替代 但是在某些地方呢 还是有可能替代的 那么这就是 那么那么那么 至于什么利用激光怎样来加速这个例子呢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说它是怎样的就是办法 那么所谓的激光微波场加速呢 它是利用激光所产生的微波场 这个来来来来就是 就是不平思议就是激光产生的微波场加速 那么这个怎样利用这个微波场来加速呢 就是这与我们的冲浪呢 非常相近 就是比如说这个冲浪 这个冲浪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有些同学是不是就已经 就是说已经这个 就是说去玩过这个冲浪 我们知道这个浪来了之后 就这个浪来了之后呢 这个如果你站在地面 就是这个站在岸上这个观察者来看 这个浪是将你涌过来 就是这个浪将你涌过来 如果你站在这边这个 这边这个地面去观察 这个浪涌过来 那么对于这个浪上的不同的人呢 它是什么一个状况呢 就是说它开始的时候 就是相对于岸上是静止的 它对于岸上是静止的 然后当这个浪头打来的时候 然后在它这个滑板的这个 这个这个帮助下 然后这个这个浪呢 推动了它人加上滑板 是相对于这个岸上呢 有一个速度移动了 是不是啊 有这样一个移动 那么它的能量从哪来呢 就是浪把它推起来 是不是啊 它的速度呢 我们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是它的速度和浪 基本上导致是一致的时候 那么它是不是获得了一个 与浪的速度一样的 一个速度 但是如果这个浪 没有把它推起来 会怎么样呢 如果没有推起来 在这个面上的时候 那么它是一个加速 是吧 在另一个面上 它可能就是 如果这个浪 就是说 它就质量太大 假如这是一艘非常大的轮法 这是一艘万轮巨轮的时候 这样一个小浪 就是说不足以推动这个万轮巨轮 就是说这是一个万轮巨轮 比如说在这里 好 这个浪不足以推动这个轮子的时候 那么它在这个地方呢 总之还要对这个浪 这个浪对这个船呢 还是有一个推动的速度 尽管很小 但这个船呢 没有获得这个足够的速度 那么这个浪过去了之后 然后它到了另一个面的时候 那么这个浪呢 这个浪呢 对这个船呢 实际上是一个减速的 它就这个 它要退回来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说这是浪 这是船 比如当你这个船 租过很大的时候 实际上一火加速 一火减速 加上另一个浪 又过来了 一火加速 一火减速 那么实际上 对于这个船来讲 它在获得的静的能量 获得静的速度 那是没有获得 但对于人就不一样了 如果这个人呢 它在这个浪头打来的时候 它获得了一个速度 那么和这个浪的速度是一样的 它总能维持在这个浪的前沿 那么这时候呢 它就获得了能量和速度 然后就会往后走 那么说一说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有受激光 然后能产生这样一个浪 这样一个浪 然后这个浪呢 能够把一个 就是说 就是流年的一些离子 可以加速到某一个速度 然后呢 我们有望获得 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说加速的方案 加速的方案 那么这是激光加速的基本的原理 那么呢 怎样来获得这个浪呢 我们知道这个船 当一个船 这个走过这个水面的时候 它会在这个 就是它会有一个尾波 会有一个尾波茬 有个尾浪 然后我们把这个 当一个激光传过这个介质的时候 它也同样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尾波茬 那么这个尾波茬呢 就是说 就是可以类比于这个激光上面 就是这个船的这个尾浪 那么这个尾浪呢 就是能够把这个粒子加速 那么对于不同位置的这个 就是只要你把你的这个 就是电子 就是说粒子控制了合适 然后这时候呢 就会产生了加速 但这个更详细的内容 由于这个时间关系 我就在讲了 大家就说 主要了解的是 就是说我们激光 是一个非常强的 它就说是 应该说是这个 在地表上 在我们这个 就是说地面实验室条件下 能够得到一个 就是说红 就是说这个半红关嘛 说这个是 在毫米啊 0.1毫米这种质头上 能够得到一个 最强的一个电子场 那么这样的一个电子场呢 就是可以 可以驱动 就是说这个 一些这个像 像这个 等粒子体里面的东西 然后进这个 对电子进行加速 然后使得获得这个 那么 至于更 这个更 至于更细节的东西呢 我们这个 这里就不再讲了 就基本的思想就是 当激光 这是一艘机光 在这个里面走的时候 然后呢 它会在这个 等粒子体引起 这个等粒子体拨 向这个船 在水面走的时候 引起这个海面的浪化一样 浪一样 然后呢 这个波呢 会推动里面的电子 就是运动 那么这个电子呢 在这个 等粒子体波的 这个推动下 会被加速 那么加速了之后 它会在一个 很短的距离之内 那么具体有多短呢 就是大概在 厘米这种距离之内 可以获得 GV GV这样的能量 刚才我们看到了 就是说GV的能量 虽然已经和 直 定质质量相比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就是非常好的加速器 而我们这个 像SEN的能量加速器 它是用27公里的这个电子场 电场 这个 去加速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呢 可以在厘米中间实现 所以说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图呢 就是说夸张的讲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27公里的东西 放到一个指甲盖 这个东西呢 也是没有那么夸张的 就是说 嗯 是可以实现这个激光加速 当我们得到这个电子数 然后得到一些粒子数了之后 然后再用这些电子数 粒子数去 去这个进行这个 就是说 同微素生产 是可能的 那么我们生产一些同微素 然后呢 这个同微素 假如这个同微素呢 是可以发出一些这个正链子 那么我们把这个正链子呢 注入到人体中间去 嗯 那么这个正链子 在人体的某一个器官中间 发出这个 发出了这个 就是这个 淹没了之后 发出了这个 伽玛光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伽玛光 就可以反推出人体的 那么我们这里 我们看到就说 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电子 嗯 因为这个是正负电子淹没 然后你注入的正链子呢 是呃 与你的化学物质有关的 然后呢 如果你这个画 就是这个呃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它是与这个正链子的密度 和负链子的密度 当然都是相关的 但人体中基本上 大部分呢 还是属 所以说这个电子的密度呢 基本可以认为长寿 所以说 它是与这个正链子的 注入的位置有关的 而注入的位置呢 由于化学性有关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正链子本身是一个 核的东西 然后呢 我们人体呢 是人体的构成呢 基本是化学的 所以说它不参与这个 但是当它答案 当它这个衰变了之后 然后它要参与这个 衰变之后 它就变成了另一种 这个化学物质了 但它在衰变之前 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 就是说化学 就是化学这个 核外电子的主要作用 所以说 你通过 把它这个 代由这个就是 可以衰变出正电子的 这样一个核素 去注入到人体的方法 然后这种药物呢 这种药物呢 又与这个 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气管相结合 就可以带到人体的 一个 一个像 那么这是正电子 研磨呈现的一个方法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 其他的用 就是除了这个 像这个 就是 刚才说 就是说 还有一些这个 就是说 我们目前呢 就是对于这个 特别是肺部成像 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 就是正电子成像方法 就是肺部成像 为什么会有这个 目前理论上 一个主要的燃气呢 就是因为肺里面 这个 它基本上是空的 你看 就是 它是空气 它里面 就是肺呢 肺泡呢 大部分 就是肺泡中间呢 是没有 就是空气 那么我们这个 像一些传统的方法 比如说 X射线呢 还有这个 核磁共枕呢 我们知道 X射线呢 是靠什么呢 目前呢 是靠这个 就是 它的吸收 就是你把X射线吸收掉了 然后我能得到一个像 我们知道这个骨头 对于这个X射线吸收 要高一些 所以说呢 在X射线 成天的时候 你能看到 就是对于骨头啊 然后就是 看得到比较 就是 成天比较清楚 那么 核磁共枕呢 也是靠里面的水 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核磁共枕 核磁共枕是 什么 我们是原子核的磁 这个就是磁的一个进用 来来 就是核磁共枕 就是原子核的这个 在磁场的作用下 做进用的时候 然后来测量它 来得到这个人体的 那么它的成现呢 主要是依靠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直子 直子的这个自旋 那么直子从哪来呢 就是水 我们人体中的水 那么靠这个来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但是肺里面 因为是空的 它水没有 就是没有一个颤度 没有一个对比度 所以说 这个对于肺部 呈现的是一个难题 X的腺部性 这个核磁共枕 也也做得很差 所以说 这是难题 那么如果是把这个 像一些这个 短寿命啊 我们把这个 比如说 C这个碳11 碳11呢 也比如说 以二氧化碳的形式 吸入或者是氧食物 这也吸入了 吸入之后呢 你可以用这个 用这些来承认肺部的像 这也是 这也是这个 就是说 目前研究的一些 这个可能性 我们看到 就是说 这个碳 氧食物 只有两分钟的寿命 碳11呢 是20分钟的寿命 就是刚才讲 我们 这些传统的反应堆啊 或者加速 这个混着加速器 它不可能在人口太密集的 阻挡 这个 建厂 这个建立这个 建点 比如说 你讲两分钟的 就完全没法预论 只能把病人 拉到这个地方去 那么这就是这个 低光加速 这个可能的好处 因为它建立非常小 我可以在现场做 病人不需要跑 大老远 跑到那里去 然后在一个 在一个这个医院里 不要有 一个平方米的 一个地方 然后就可以去 生产这种东西 那么这是 物理的前景 那么这个 像这个 就是说 有一些这个 派特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 就是佛在 团阳和弹和村 那么为什么是佛在呢 是因为这个 富士巴 然后它是一个 正面子研磨的 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这个 我们知道 团阳和弹和村 是在我们人体中 这个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一个 这个 如果你把佛带了呢 它基本上还人体中 基本上还能在人体中 这个化学中 进行传递 但是呢 你偷偷地把它换成了 富士巴了 本来是这个 氧 然后点点 这个 就是你把这个佛 给代替了 然后呢 这时候呢 你就 能够把它运势到 这个人体的器官中 然后呢 进行人体的成像 那么富士巴本身呢 是108分钟 所以说 这也是一个 非常挑战性的 就是说 基本上 你靠运输的方法 不太可能实践 那不到两个小时 就是说 你生产出来 在 两个小时之内 在运 在运 就是你两个小时 就是不到两个小时 就是这样一般 所以基本上 不太可能运 就是运输的是 非常困难 不能说不能运输 是运输非常困难的 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就说 这个传统中年 这个就是有一些 这个像木了 木德这样的东西 就是它通过 战争队生产 生产完了之后 然后呢 把它封装在一个 胶柱里面 然后呢 这个送到医院里面去 然后医院呢 用这个 用这个就是 药物 把这个通过它之后呢 洗到这个东西 然后说一说 这个 这个穿过它之后 然后把这个 所得的这个 就是木 拿出来 就是 冲出来 现在洗出来 洗出来之后呢 然后这个可以定 可以说把这个东西呢 像这个 这个东西呢 像鸡奶一样啊 你把这个东西放进去 然后呢 这个获得了 这个东西 可以说 这个东西也被称为 叫 Molecore 然后获得了 那么那是这个 就是这里的一个 一个柱子 那么如果是用这个 激光去生产的话 我们就直接就用 这个全激光去打 然后呢 用电子树 然后呢 通过这个就是 转换瓶把它转换成 这个达巴光子 然后用达巴光子 方法去生产 直接去打 然后呢 和同样 才能够寄了 同样 把这个 这个药物 然后这个 经过 这个 这个 这个冲零的方法 把它 把它直接注意到 就是在隔壁 就可以把 直接做 那么这是 就是说 目前还没有实现 但是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 这个实验前景 目前有很多 正在研究 这种新型的 这种方法 那么这是这个 激光呢 在生产同位素的时候的 一些 在医学方面的 一些应用 那么我们再 稍微再讲一下 这个 激光 这个和 这个 同和一能素 这方面的应用 那么什么叫 同和一能素呢 我们知道这个 原子核呢 是有 直子 中子 构成的 那么 这些直子 中子构成的 它们有 不同的能级 就是它们 结合的方式 不一样的时候 然后有些呢 能量高 有些能量低 就是一般来讲 就是原子核呢 会处于它的 最低的能级 但是呢 在有些情况下 某些特殊的情况下 它会处到某一个较高的能级 但它会 这个就是 核的时间比较长 那么用这个山的来比喻呢 就是 就是 当然这个山谷中间 这个 它这个核的是最舒服的地方 是吧 最稳定的地方 但是有些地方呢 就是 这个地方 就是 就是到了这个地方 就是它这个平衡态 它可能一下子就滚上去 是吧 但是呢 到了半 就是有些 就是 在这个就是 应该叫局部技巧 用数据的语言 叫局部技巧 是吧 然后这个石头滚到这里 它也很难 就是滚到最低点 那么它在这个里面 会挺较长的时间 那么原子核的有些组成呢 就会这个就是 就会处置于像这样的一些 态中间去 它在这边 有点影响 那么这些 这些地方呢 被成为叫 就是这些这个态呢 被成为 Nucleic S 就叫原子核的 铜核一能态 那么类比于化学的这个 化学的这个S 这个以构态 那么 这是1919年的时候 这个人释出的 但这个目前还有点争议 就是不一定是它第一个提出 反正总统 它是比较早的提出的 那么在1921年的时候 第一个发现了 这个就是叫S码 就是Nucleic S码 就是叫 这个P234 这种 这种东西 那么S码有很多的分类 那么它有很多的应用 那么它既然能够在那个态量 待了很长时间 待了比较长的时间 那么 它既然是在一个 处于一个高的能态 那么这些能量呢 是被可以利用的 我们知道原子核呢 我们化学能的释放呢 是每一个原子 大概有EV量级的能量释放 原子核呢 我们知道它的都是 这个就是去 在不同的能量 就是说不同的原子核 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很多的原子核呢 都是多少 就是MEV量级的这个 这个能量 它就是它带到高能的地方 这个MEV 我们知道原子是EV 然后这个是MEV 那么这个差多少呢 差了十大六次方个量级 是不是 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个原子核 它出生的能量是MEV量级 那么相比原子来讲 它的能量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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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效率 就是单位 质量 存储的能量 可以达到这个 就是六个量级的提高 就是你本来一个很大的一个 就是 本来我比如说 我们现在这个电动车 你 电动车里面 这个最重的东西 就是电池了 是不是啊 但是如果你能把电池缩小 体积缩小 那重量缩小 这个 一个量级 两个量级 三个量级 六个量级 如果你说六个量级 那就几乎是能源的功能 几乎是无限的 所以说呢 这个核电池呢 是 是 是大家的一个 终极的梦想吧 那么 还要这个核中 核中 那么什么是核中呢 我们知道原子中 原子中是这个 是 是原子的能机 这个 跳跃 然后来制造的 那么 能不能利用原子核的 这个能机跳跃 来制造核中呢 那么这也是一个 非常 非常大的梦想 那么同样 对于这个激光 我们 我们现在有激光了 那么同样这个激光呢 是原子的能机 从高的地方 超低的地方 然后得到激光 然后我们能不能利用原子核的 从高的能力 跳跃在那里面 得到激光呢 那么这边有核激光 那么这也是一个 重要的梦想 那么说的这些都是这个 是这个原子核的 通合一能态 叫ASMR的 它的一个应用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 这个推 这个就是说 这个类比呢 是非常容易的 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与原子相关的东西 你都可以在原子核上想一遍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个是可能的 比如说原子中间 我们能产生可见光 产生X射件 是吧 他说对于呢 在原子核中间呢 是不同能力跳跃的 产生了就是 伽玛光 是吧 能量要高得多 然后呢 原子有激光 然后呢 这个原子核呢 是不是会有核激光 然后原子有电池 是吧 我们的化学电池 我们的电池呢 目前呢 都应该是化学电池 就是原子 原子层级的这个储存能量 那么如果原子核的层级呢 储存能量就是核电池 那么同样 原子中核中 化学药物 核药物 所有的这些类比呢 都可以在原子核中 都在原子核这个层级上 再重新思考一下 那么这是 这是这个 就是说我们 把这个 把这个概念迁移了之后 然后 这个很容易就想到 我们已经不给 我们能不能在原子核 找到这种东西 那么对于这个 同核易能态呢 它有这个 它有不同的用途 刚才讲很多用途 但是呢 它的用途呢 又有不同的这个 就是说 就是不同的需求 比如说激光 比如说激光 我们如果想实现激光呢 基本上来需要这种 同核易能态的 或者它的这个寿命呢 基本上在纳秒量级 如果需要一个这个 核的这个就是 核中呢 那么这个大概是在 秒的量级 就是同核易能速 同核易能速 它有 它自己呢 也有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种类 然后它们有不同的寿命 能积也不同 能积 能积这个宽度 就是能积这个 这个高度不同 然后能积宽度不同 就是各种各样 不同的层次 然后对于不同的需求 那么我们的要求 也是不一样的 GTC也不一样 那么对于核电池呢 我们希望它什么呢 它能够在那个能力上 如果它在那个能力上 一秒钟就适合 分析这个电池 没有什么用 对于电池来讲 我们希望它的寿命呢 是在 至少几个月吧 几个月 年甚至更长的 当然我们 如果需要它的时候 你要把它能量放出来 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下面可以 所以看一下 那么怎样 从这个原子的激光 到了核的激光呢 那么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 从类比的角度来讲 我们只要找到一个 和原子激光一模一样的 原子激光怎么 是什么原理呢 就是说 我们需要有个基态 然后它需要跳上去 然后呢 当另一个光子 经过的时候呢 它跳下来了 本来进来一个 然后呢 它跳下来了 所以说出来两个 出来就是一个倍增 是吧 是一个激增 所以说激光受激辐射 激增 那么同样呢 对于这个原核呢 我们实际上原理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 你能导到这样一个 就是说 激发 这样一个这个就是 激发胎 但是原子核呢 它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它的这个就是 你的能积的宽度非常之窄 就是刚前年我们讲了 这个穆斯堡 穆斯堡呢 实际上破十二次藏 这种级别 所以说呢 你需要一个 就是说这个 这个共振的宽度呢 是非常之窄 才能够实现这种 这个就是跳跃 而这个呢 是一个很难挑战 那么这里呢 有有几点 就是一个是 你怎样把它激发上去 对于对于对于 对于这个这个原子的激光来讲 它有几个要点 就是首先呢 你要能把原子的能积 激发上去 然后呢 还要控制这个 受集辐射的比例 要不然它也不能受集辐射 然后也还要有一个 这个有一个共振墙 那么对于原 这个合集光呢 也同样这几方面 都是有挑战的 就是你怎样去制造一个共振墙 怎样去控制这个受集辐射比例 怎样去把它高效率的激发 这些问题呢 都需要解决 实际上呢 在这个原子激光刚刚诞生的这个年代 就是1961年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想到了 但是呢 经过这么多年 实际上呢 这个是还是困难 就是这几方面的困难 还是困难成功的 但是呢 这个这个总是梦想总是要有的 我们知道这个在爱因斯坦提出这个激光这个理论概念之后 然后经过了四十多年才产生了这个第一个激光期 那么和激光呢 这个概念提出这个应该是1961年到现在呢 也都有六十年了 六十年了 这个仍然没有出现的这个也算是 也就是还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物理学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 都是非常难的 尽管概念上是很难的 总之有很多很多问题 但是呢 仍然值得大家去做 那么刚才讲这个核电池 它的密度呢 可以 它的核能的这个储能密度呢 非常的大 它的每一个核 每一个原子核可以储存 太EV到MEV的能量 那么相对于化学能呢 它是一个10的三次方 是1000倍到100万倍的一个提升 那问题就是这个还有个可控 说怎样去控制它 就是说如果能够这个这个这个核电池里面储存了能量 但是你怎样把它控制 就受控了 你享用的时候 把它释放出来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么怎样去控制呢 也要也要一些方法 就是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就是说这个这个电磁力去控制它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个叫明态的方法 那么这个里是S码的地方 然后呢它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门态 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激发这个S码到一个门态 然后呢让它再下来 类似类比于这个化学中间的催化一样 对吧 我们从一个 从一个碳就是 就是 就是 参与这个参与了但是背后没有反应 就是就是我们前面把它激发了一个门态上去 比较容易的激发到这个上面去 从这个地方直接下来是非常能的 但是如果能够激发这个地方去 然后呢它就直接下来 什么耗准方法呢 有望的实现所有受控的核电池 但是这些东西呢都是在 目前I属于这个前期 这个非常前期的研究中间去 那么我们再稍微讲一下计时器 那么这个人类最早的计时器呢 就是太阳 这个太阳 我们我们观察太阳的位置 然后呢 知道哎 这个相对于目前是多少天了 可能最早计时器就是所谓的日滚 然后呢 这个太阳这个影子照在了某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知道是哪 就是一天的那个时刻 然后还有这个早期的像沙漏这样的东西 就是啊 这个你把它一倒 然后这个沙子留下来多长时间 是吧 那么这也是计时器 然后后来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更为精彻的这个钟呢 就是靠这个公版来来来来 来来计时 那么这样就是 呃 像像这种 这种这个东西呢 能够把时间准确性大概也就是在 就是呃 我们这个古代不是用这个一刻是吧 一刻是15分钟是吧 那么一刻 那么这个日轨这样的东西呢 也就是精确的也就是在这个一刻这种量级上 那么沙漏呢 呃 这个 他他短时间在他漏这个时间还还可以 是吧 能够 遇到这个秒的 但是长时间不行 在一天中间你这个这个时间就要 就就就就 你要用它反复的就是倒过倒过倒过 在这种方法去计时的话 那么 积累的误差 那就很大了 但是利用单个来计时 他计时 计时就是几十秒钟念 还是插上一秒钟 哎 这种这种级别 那么然后是到了这个就是呃 这个这种钟板 这种计时的精度有多少呢 呃 大概一天插上一两分 一天插上一分钟就是60秒还是还是可以啊 就是基本上就是大概就是60秒以下吧 就是几秒钟 一天插上几秒钟十几秒钟 这种就是这种这种这个老师的这种 这种 那么 然后呢就是我们这种 就是呃 大概现在很少有人戴这种表啊 就是这种呃 我估计你们小时候可能还是有这种闹钟呢 是吧 家里的闹钟 或者你们家长在那手里 你们自己可能估计就不能戴了 那么这种手表呢 那大概就是说他的计时精度呢 一天呢就插上几秒钟 是比较好的啊 就是说能够这个好的手表就中等吧 这个特别好的也也也比较高 但是中等的插上几秒钟 还是还是差不多就这个精度 那么然后再就是下一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用电子的吧 电子靠这个就是呃 一般来讲这个叫精震 精震呃 比如说适应精气震荡气 然后这一个呢 基本上他的精度已经是非常高了 一个一个月插上 当然就是说当然这个精震本身也有好的换 但是比较普通的呃 一个月插上几秒钟 这种级别还是非常常见的 就是说就是说不算太高级的就能达到这种 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从呃 从十几分钟到到到这个一个一个月插上几秒钟 这种就是说这个地震的精度越来越高 那么在目前呢 我们最好的这个这个这个原子中 它是利用原子 比如说它利用色原子 色这个色原子的一个震能机 它跳下去之后再下来 那么靠这个就是它这个色原子 它发这个发这个光呢 它是我们知道光就是一个震荡 是不是 它每一个震荡呢 这个震荡呢 这个就是震荡的精度 就是每一个周期 它的时间没有误差 就是就是误差很小 它每一个周期有一个误差 DeltaT 然后除以它的周期是T 然后这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精度 那么这个这个这种这个靠不同的原子 色原子了 或者是有用盖的了 等等这些这个原子的能机的这个跳跃 然后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精确的就是中版 那么这个中版能达到多精确呢 目前的记录应该是10的-18次方这种级别 我们的宇宙的寿命多少呢 我们宇宙的寿命是137亿年 是不是 那么是多少秒呢 大概是这是多少 这是一年 一年是多少 一年是10的7次方秒 大概是10的7次方秒 1呢是10的多少 10的8次方 是吧 然后呢 9次方10次方 大概是10的这个 这总共是一百 我们宇宙寿命大概是的是 这多少 8次方 7次方 15次方 16 17是吧 大概是17次方 这样的级别 就是说如果拿这个钟来看我们宇宙的寿命的话 那么大概就是从宇宙开始到现在也就差上一秒钟这种量级 就是吧 这是我们目前最好的钟大概是这种级别 从这个从这个一天插上几分钟 那么一天插上几分钟的级别多少呢 就是说一天是24小时啊 这15分钟是0.25 这个15分钟是0.25这个小时啊 那么这个的差是 是 是多少 是 大概是再乘以5 乘以4 再乘以4 大概是 大概是100是吧 10的负二次方是吧 它的精度是10的负二次方便 然后这是10的负17次方便 18次方便大概是 那么这个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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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跃吧 那么我们当然人类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是更快更高更强总想往前走是不是 在这种级别上仍然想往前走 那么往前走再往前走怎么办呢 在原子里面已经找不到这种这么稳定的这个能力了 就是你就是很难在原子中间就找到这种稳定的能力了 那么于是呢把眼光就漫向原子核 那么就希望在原子核中间去找那种能力 就是它的跳下来的这个能量非常之稳定 那么刚才我们讲像穆斯堡尔普 那么它的稳定度呢是10的负12次方 10的负17次方 这个这个有很多的原子核非常的稳定 那么我们靠这种稳定的原子核它恰的能力能当种改方 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么就是说这个还是就是说这个目前是一个研究的热门吧 那么另外就是说这个从强激光的另外一个维度 就是说我们能够从这个就是从这个要波长的维度 目前我们的激光基本上都在这个就是在可见光附近 然后在紫外呢也没有实验生的多远 那么在红外呢有一些但是呢也比较 那么我们希望呢再把这个就是在波长升到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不是这个目前的卡波子的问题之一 就是这个光刻机嘛 光刻机的问题就是在纳米这种在几个纳米这种尺度上 没有这种激光如果有的激光呢就很容易做了 但是没有这个激光 没有就是纳米就是实际上呢 最短的激光现在目前是100多纳米 就是没有这个几十纳米或者几纳米这种激光 就是没法做 所以说这也是 那么当然是可以通过这个自由电子激光的方式去做 那么这也是在强激光在这个波长的维度上 继续先往前前进 那么细节要不要讲 那么如果我们用这种 如果我们用这种这个铜核异能素 铜核异能素去做这个核中呢 那么有很多的代表 那么这是这是目前可能的铜核异能素 那么有个非常特别的就是这个就是铜29 然后它呢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些是原子的 是目前原子的一些位置 就是原子的一些一些一些地方 然后这是铜的 所以说大家认为这个东西是 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突破点 那么如果能这个能做了 那么维度以后利用这些都能去做 那么现在呢就说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热点 行 那么我们这个就是稍微的讲了一下 就是铜核异能素 这个利用强激光去和铜核异能素 去强化作用的时候 然后呢对这个大家一个影响 对这个就是说科学的一些影响 那么然后呢我们来稍微的再讲一下 这强激光这个与核聚变的这个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太阳光呢 太阳本身的功能非常之高 它是多少呢是是4乘以10的26四方瓦 这是瓦是吧 我们这个一般的灯泡 就是10瓦这种基点 就是10的26四方瓦 那么它站到地球上有多少呢 10的17四方 就是地球因为它这个离得比较远 是吧因为节点比较小 但是17瓦 那么倒在地球上之后呢 它的功率呢是1000瓦每平方米 就是反正直升 我们知道这个直升的时候 就1000瓦 就是这一平方米这样一个大 这样一个大的地方呢 就受太阳光呢是1000瓦 嗯 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据 那么如果是按照每平方厘米来算呢 只有0.1瓦 还记得我们刚开始说 第一个激光多少呢 10的十四方瓦每平方厘米 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当当第一个激光产生 刚刚诞生的时候 已经远远远远远 比太阳光要强得多了 那么如果利用普通的放大镜去这个看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利用普通的放大镜去看这个东西呢 嗯我们可以把这个太阳光聚焦到多少呢 聚焦到10瓦 因为这个就是说是最原意的小点 这样实际上普通的放大镜呢是没法聚焦更长的 但是呢就是说 呃如果我们这个把这个 把这个就是把做一个放大镜 这个放大镜有多大呢 和地球的直径呃一样的 那么把他们聚焦到这个 聚焦到这个 聚焦到头发丝 就是聚焦到合影的头发 在横接面一样的地方 就是一个头发大概是0点 就是0.07毫 那一个人头发头一根头发起来是 平均值大概是在1 平均值是这个就是0.01毫米 那么聚焦到如果把所有的太阳的光 就是把这个10的17毫瓦的东西聚焦到这个上面去呢 摘到了什么呢 就实在是11毫瓦的平坏 那么实际上这个这个太阳呢 就是把这些把太阳光照到地球上的东西聚焦之后 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放大镜 一个普通的放大镜去上的时候 我们能点什么呢 能把一根火柴点 就是啊 但如果我们把一个就是说 地球这样大的一个放大镜 然后聚焦到刚才说的 和头发丝一样大的一个界面上 我们能刀着什么东西呢 不单单是一根火柴了 实际上我们可以表演合影 就是说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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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可能去把这个核反应 就是原子核的这个反应就变成了 那么这是基本的 那么基于这种思想呢 就是说我们希望用激光 当然我们没法没法做一个像地 像地球这样大一个这个 这个就是地球这么大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透透镜了 那么我们当然说我们可以做激光 我们用激光去这个激光去这个就是 用不同的就是用很多路激光 从不同的地方去照射一个东西 那么照射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把玩 这样一个把玩呢 就是它里面有一些就是核反应的材料 比如说刀刀就是什么是刀呢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青是吧 青是里面有一个质子 如果一个质子里面这个 这个原子核里面有一个质子 再有一个中子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刀 然后再再多加一个呢 我们叫做穿啊 这个是刀啊 这是穿 中文的很形象 两个是三个的 这叫刀 这叫穿 在这个把玩里面装上这个刀 装上穿这种材料 然后呢 然后呢 用强激光去挤压它们 然后呢 你就有望得到什么呢 得到这个 就是把这个核爆炸给点了 这些细节呢 我就不再讲了 就是这个 你用多数的激光去照射它们 然后呢 有望把它们 把它这个就是点燃 像我们点燃火柴一样 把它点燃了 但这里面有很多问题 就是说 你用多数去挤压的时候呢 它不稳定 就像我们 比如说我们这个水 比如说我们的水 就是你挤压一个 就是你去 你用这个 你用这个 比如说你用手吧 你用手去挤压一个面条 这个手呢 你这个指头总是有缝 是不是 你这个挤压了之后 它这个面条呢 就从你的指头中就流下去 那么 这种就叫不稳定性 就是比如说这个水 这个水 然后这个水呢 水杯子你把它这个 比如说这个地方盖了一个 盖了一个后板子 盖了一个后板子 然后这个里面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后板子 然后呢 这后板子呢 我们知道这个 由于大体压的关系 里面没有气泡的话 那么这个水是可以 可以这个就是 带在那个地方 就是你倒过来也没事 是吧 大家做过这个 但是呢 如果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板子 是一个是一个柔性的 那么这就糟糕了 它有时候呢 就说如果这个地方 就是它形成了一个起伏了之后 就是这个地方 形成了一个起伏了之后 就是有些时候 这个起伏会增强 就这个本身这个板 就这个东西 是个柔性的 然后这个地方增加了 它就持续的增加 就是就是弄下来 但如果是这个硬板子了 怎么了 它这个增加了 然后这个板子要反抗它 然后要把它压回去 这时候呢 你会就是这较稳定些 但这种东西呢 是不稳定 就是它增加不 这个这个 这个地方 如果是这个 让它这个就是这个 起伏 如果是这个起伏 让它减缓的趋势 就是相当于负反馈 就是负的反馈 那么它会保持稳定 但是如果是一个正反馈 它增加了 它会增加的更多 那么这就是一个正反馈 正反馈呢 这种系统呢 是不稳定的 然后它就会 那么 我们来考虑这个这个挤压 因为你 不管它有很多路的激光去挤压它 但是呢 这个乌路数呢 总是有限的 然后这个激光浮照 这个面积呢 总是有限的 这个这个面积的压力的 这个这个梯度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均匀性呢 总是有限的 那么使得 你挤压它的时候呢 产生各种各样的不稳定性 那么这种不稳定性呢 就是会影响到你最终的效果 那么使得 这个就是说 这种方法是没法继续的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个激光聚变 就是惯性约路区别 有很 有就是说 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 就是说 是一个 是一个目标 是一个就是说 人类的终极梦想 但是呢 目前呢 还没有实现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 所以说呢 有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有这个直接驱动 有见 刚才呢 有直接驱动 那么有所谓的间接驱动 然后用这个激光打上了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叫枪势 叫黑枪 枪势了之后 产生X射线 X射线 X射线 那么靠这种方法呢 用间接驱动 这种方式去做 那么 这是这个一个典型的 间接驱动的一个装置 然后呢 它叫美国国家电话装置 然后呢 战机面积呢 是非常大的 然后呢 这些呢 就是各种 这个它有300多路的激光器 然后呢 这些激光器呢 从不同的地方打过来 然后最后打到 这是一个小的枪势 在这个枪势里面 放了一个 就是说小小的这个 叫 刚才说的黑枪 在这个黑枪里面 放了一个把玩 就是 这个 就刚才说这个 它这个激光打到这个 这个黑 这个枪势里面 然后产生X线 X线的激压这个把玩 那么这个 这个把玩里面是什么呢 它的直径呢 是两个毫米 然后呢 这个把玩呢 有外层包裹 里面这个含了这个 地体 就刀穿 这种东西 然后这个把玩 这个整个黑枪也都不大 这个你看 这是它的指头 或者人的这个披脚 那么这个里面这个 这个就是只有两个毫米 那么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样子有几 几百万交耳的能量 轻住在这个黑枪中间去 然后产生X线 X线在挤压这个把玩 然后最后使得这个把玩产生 呃 产生这个就是高温 高密的状态 然后最后发生荷白云 那么最近 最近这个一段时间 特别近 近一年来呢 这个 这个取得了非常 重要的进步 然后实现了 逾步的点火 啊 反正也是一个里程碑的 进步吧 啊 但是目前呢 就是说 利益 利益最终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 最终的实现商业化的这个 供电呢 还有一定距离 但是无论如何 它能够实现局部点火了 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 用强积光去做这个 就是说 就是说做这个 这个等粒子铁啊 核反应啊 这样的这个解架 一些这个方法 那么包括这个 比如说 用强积光打到一个把上面去 打到一个把上面去 然后呢 产生这个就是叫 产生这个就是 这种加速方式 刚才讲的是这个 叫微波上加速 那么这个叫这个 把的翘层加速 呃 叫TNSA 这个加速机制 然后这些呢 可以去加速这个粒子 然后呢 呃这个把呢 也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结构 比如说采用这个 就是 丝把 呃 还要采用这个 就是 这个就是 团束把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方式 呃 那么呃 比如说这个是采用 传束把的 那么 激光经过这个 就是各种这个 就是这个 延迟啊 等等一些东西 然后最后聚焦在 这个这个 这个气体把上 这个气体喷出 从这个把的这个 就是从这个喷出 喷出来之后 我们知道这个气体呢 从 它从高压的状态下 从这个下面喷出来 我们知道这个气体喷 呃 呃 这个叫 从高压状态到低压 我们知道它 它会有什么现象呢 就是 呃 大家可能都用过打气筒 呃 那么你用打气筒的时候 你打打 就是你 用打气筒 这个给给自行车打气的时候 这个 这个打一段之后呢 这个这个打气筒 会这个 温度会上升 呃 那么它的逆过程 就是你把这个气体 压缩了之后 这个气体温度会上升 它逆过程 你从一个高压的状态 然后变成低压状态 它是反过来 这个气体的温度会下降 那么呃 所以我们用这个气体的这个喷组 把这个气体 从 以十个大气筒的状态 喷出了之后 它的温度会下降 下降之后呢 这个 呃 温度太低了 以至于这个喷出来 这里喷出来是克这个气体 喷出来的气体 变成了这个 变成了团醋 就是变成了这个 呃 小冰 变成冰了 冰晶了 变成小冰晶了 那么变成冰晶了之后呢 当这个 当这个激光打过来之后呢 然后呢 会这个让这个 冰晶呢 这个里面的粒子加速 就是通过就是各种粒子加速方式 然后呢 那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这个点呢 就是这个叫库轮爆炸 就是当这个激光打过去之后 然后呢 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那个船的比例 如果这个船大的时候 它会和这边就是被这个浪呢 推动 但是如果船 船小的时候 它会浪的推动 但是如果船很大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就是它一货加速 一货减速 一货加速 一货减速 所以说船大了 它就 它就在原地待着了 基本上就 就是综合的情况 就不会动了 那么同样激光也是这样子 当这个激光打过来之后 然后有电子 有原子核 这个电子呢 很容易就泡走了 但是原子核呢 我待在这个原地就不动了 这个就和我们 我不知道你们打过枣子没有 就是这个枣树上 这个枣子挂在枣树上 然后你把这个枣树一抖 枣子就掉了 但是呢 这个 就是枣子 它 但是树枝呢 可能还没 就是树叶或者是枣子 掉了 但是树枝呢 那你就 你不会把它 就是你的力量还不至于把这个就是一些树枝给弄掉 那么同样就是也同样的原理就是说这个 当这个激光 然后它又就震动的时候把这个电子给倒出去 但是原子核呢基本上都在原地 那么既然把电子抖出去了 那么它是带负点 那么原子核带正点停留在当地 那么这时候呢 你得到一段什么呢 就是它是一个团促 是一个团促 那么带负点的跑掉了 那么带正点的留在当地 那么 那么当你这个激光过去了之后 这一团负电子呢 这一团正电子呢 就会怎么呢 就会 就会这个 就会这个 互相排斥 因为电子 因为一些电子跑了 不是所有的都跑了 那么这时候就排斥 就是 这被称为库伦爆炸 那么这种库伦爆炸的效应呢 就是可以把这个电子 把这个原子核给加速了 因为它是互相排斥的 最后呢 它们互相这样碰到 也会这个就是 发生核反应 那么这是 这是库伦爆炸的 那么在这个实验中间呢 就是说 它有一些实验尺度 这个物理这个分歧呢 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它们有 就是说不同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过程 有不同的实验尺度 比如说激光呢 它是在飞秒的实验尺度 然后刚才说这个库伦爆炸呢 它是在这个就是 P秒的实验尺度 因为这个电子刚飞出去 但是再过上这个更长的 实验尺度呢 就是从P秒 就是直到F2方面 那秒的时候 这个电子呢 又去核正联子 就是电子又和正电荷的这个离子 又重新 重新有核了 又什么的 然后它们也重新有核 变成了这个气体 然后呢 再扩散 然后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那么这个实验中间呢 也看到了这个克83的 这个就是同核一能态 然后它也是原本实验中 看到了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就稍微讲 稍微这个可能再花上一两分钟 再讲一下这个 在其他更多的领域 实际上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 在原强积光呢 在这个刚才讲的一些领域 实际上还可以在暗物质 那么暗物质 也是目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我们知道这个宇宙的周成呢 有暗能量有暗物质 各种 我们真正的 我们能够看到的物质呢 实际上是占着宇宙成的5% 我们大量的物质是完全 就是不能说完全 应该基本上一无所知吧 只知道它们存在 它什么性质完全不知道 所以说人的认识呢 目前来说只有这5% 我们是认识的 其他完全都不知道 所以说 但是强积光呢 也可以在这方面来做 那么强积光更多的 比如说这个眼睛手术 可能慕哲通也已经做了这个眼睛手术了 然后比如说这个反孔 然后我们可以用强积光去做这个 就是这个 去做这个射线 然后呢去看这个 比如这是一张卡车 里面的一些这个 比如说均匀的核材料 然后呢能去看 然后当然还有什么 我们可以用这个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去 比如说摧毁地方的 地方的这个 就是说卫星啦 然后什么的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 比如说这个核素扇面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目前的反应堆呢 有很多的这个 有很多的这个 燃料 然后还没有被 就是说 就是说它的寿命 衰变寿命是几百万年 就是我们穿上去 然后呢你把它埋到地下 反正没什么是研究 就就就就就就 就被这个地质运动 就是这个 翻出来了 所以说七百万年 谁也不敢保证 所以说 那么强积光可以用的 这个 做一个小节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 强积光呢 目前呢有很多很多的 应用地方 就是说 我们今天讲了这个 应用同位素 巨变 激光 一些其他东西 那么 希望大家呢 这个领域 能够引起一些兴趣 能够有可收获 谢谢大家 行我们课到这里 如果你有问题了 可以下来问 但是没问题了 你可以走了